今天要來講台灣的治理當時 就是這個美國軍事政府跟這個台灣民政府 就是我們一直在問我們一個問題 我們這個台灣我又沒有看到美國軍事政府 你跟我說到底在哪裡 當然我相信他是故意你跟我們試談 實際上我覺得你說中華民國最高層的那個 你說包括什麼 你包括他的檢調還是說法官 實際上我因為他應該知道 你知道你如果在中華民國這個體制在那裡 你也知道這個中華民國實際上都是美國軍事政府在控制 你包括很多吉祥 我的謠言是挑故意跟你問的 你知道嗎 故意跟你試談 其實他們都知道這些的名字 因為我會給他合理跟他推測說 他們應該都不是說的 你要想一個問題 你說中華民國的司法系統 檢調系統 或是他的警察系統 人家說的陷警調 他們應該都不是說的 我們現在憑良心說你要考慮那個地方 你知道嗎 尤其是這個產品 我們以前知道這個法務相關的 說的是那個科技都是百分之一到二的人 才有辦法考慮 我認為他應該不是說的 他們的智商應該都沒有問題 你知道他們的智商 他們對事情的理解應該是沒有問題 他不是說的 我說的是你真的要考慮他做立書做法官 做一些事外的工作 那應該不是說的 你要合理 你知道嗎 他們不是說的 只是什麼樣的觀念 他們的方向不對 人家說的方向錯誤 努力白費 這樣而已 他主要的問題是 是討論錯這樣而已 最正是這樣 他們不是說的 他們不是笨蛋 他們不是說的 他們的理解力應該是沒有問題 尤其是他們受過教育 說我是 你真的要調法官 要調書記官 要調檢察官 我跟你說 這不好過 一次來就來挑一下 說我是 那些人不是說的 那是挑過的跟你試探 他不是傻人 你知道他有故意的 我就挑過 我說的是 我如果說今天我都知道 我就要問了 你知道嗎 我都知道 你現在台灣民政府說的 台灣是美國 這我都知道 他不需要再問下去 不用了 他就自己報告 寫下來就好了 其實這些問題 他知道 他就挑過他要問的 要把你調的 他不是他不知道 我就說過 他如果都知道 他就要問了 你知道嗎 他就自己報告 寫下來就好了 自己搞起來就好了 自己搞起來就好了 天使蔡英文就好了 對吧 那就是超過的 人家說會傻傻 你知道嗎 不知道他都問 其實我說的是 他不是傻的 他應該都知道 他應該都知道 我當然知道 他這個司法檢察室 他不是都不知道 他不是都不知道 也不是大家都知道 可能都處於 一知半覺的狀況 還是說 知道了 我也要傻傻 你知道嗎 傻傻傻 我不知道我問問題 我都知道我的問題 我還想要幫你問便 我還想要幫你台灣民政務 這樣一個一個都調來問 我都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自己寫就好了 對吧 你還想要再調來問 所以挑割 那種問的 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幫你試 試說 你到底知道 是知道 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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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故意 我在合理懷疑 他應該都知道 他不是說 你知道嗎 我們實際上 當然我們也要證明一下 證明說 美國軍事政府實際上 是在尋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 實際上 也在台灣 一直以來都沒有理會 最近 好像上上禮拜 這個AIT開幕後 我們有一個電視的媒體 有你介紹 美國軍事政府 在台灣的律師 包括這個AIT 我們現在來聽聽他 可以怎麼說 好 我們剛才有聽這個 這個胡安寧 他就介紹過 他介紹過 我們台灣以前的一個 美軍國分團 我相信 如果你老一輩 現在超過60歲 以上的人 對這裡應該會非常印象 因為 美軍國分團 差不多 他正是在1979年之後 他就在台灣 這樣算是 完全不是說 他不是說撤出 他是藏在肚子裡面 藏在肚子裡面 他想要在AIT 的時候 他就說 他有一個CIA 還有一個什麼 五官處 我告訴你 你要很聽兩位 叫做五官處 什麼叫做五官 就是美軍的人 叫做五官 因為美國軍 美國軍政府在我們台灣 那就是五官 那就是五官 他說的那個時候 AIT 他那個時候 都改 他都改 他叫做 算是 一個叫做 技 一個叫做 技術處 一個叫做服務組 他就是你講這個名字 他說美國軍政府在這個AIT 他設立後 這個美國軍政府 實際上都藏在肚子裡 還有什麼 還有CIA CIA叫做技術組 所以他在這個1979年 這個台灣關係 通過了 設立AIT 之後 這個美國軍政府 實際上就藏在我們台灣的土甲 他在標評上 他就沒有顯出來 你知道嗎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什麼 關於原因 要跟阿強好解 因為就是 中概就那個塞 人 在中國 國內 我之前說過這些問題 你說去聽我之前那些演講 你就知道說 有什麼美軍要藏在土甲 主要就是 中國跟美國在國共內戰 他們前後 那個國共內戰 處理得不好 打起來 就是中概就跟毛澤東 這兩個塞人 不過你知道 現在 中國跟美國的感情很差 你包括連我們台灣人都放下去 我們就說去行到塞尾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現在就在這裡不好 所以他就沒辦法說 後來跟阿強華說好 說一個條件 說完了以後 他在台灣 地區這裡 整個都藏下去 包括他也不承認 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現在中華民國在這個AIT 實施了以後 現在把它變成一個民間之國 他現在什麼都不是 他也不是什麼主權國家 現在什麼都不是 我前面說過這個問題 你給你聽 我前面說這個 偽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際法律中 你給你聽 實際上我們台灣 我們今天說的一個主題 我要跟你說今天就講兩個主題 兩個主題 當然這前面 如果你聽的時候 你一定都了解 其實我現在說 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這一些東西 第一個 今天要講的兩個主題 就是說台灣治理當局 這個台灣政府 是這個美國國主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是未來的台灣治理當局 就是台灣政府 我今天要再說這些事情 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我會在這個 日治時代前 開始說這些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我會說 美國軍政府 在我們台灣的 證據和施政 我會說一些比喻給你聽 這樣 對這個 是不是美國軍政府 在台灣 是不是有一個政府 很簡單 其實你前面 你如果看胡亂林 你講的時候 你就知道 其實美國軍政府 一直都在台灣 他也沒走 他只是說 他不要現出來 因為他跟阿強說好 說這樣我們來豁改 我就是開 其中一個條件 就是我美軍在台灣的軍事 為什麼我躺在哪裡 對 就是說 有些事情 可以做 但是你知道嗎 不可以說 你知道嗎 可以做 可以做 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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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 有的是 可以說 我們這個 美國政府政府 在我們台灣就是 可以做 但是 你不要說 那就是跟阿強說好 提供一個條件 我就說了 主要有什麼概念 他派這個 這個 這個 美軍在 美軍在那裡 那裡的時候 那個一般命令 叫中海就去 去詐中國 詐一個中國 打一個開花 這件事 說我是很難交代 我也沒有交代 反正 他們的事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來處理 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也不可以 拿美國和中國 去處理這個問題 主要就是 派中海就 那個人 因為你後來 減一個 我跟你說 現在中國和美國 有一個問題 這很難解 這我也不可以解 反正這主要是 中國和美國的問題 和國民黨的問題 就是中海就江開穴 蔣介石和毛澤東 因素人的溫暖 變成中國 打一個開花 死很多人 你要怎麼交代 我問你 你說 國共內戰 我也是死幾千萬人 你要怎麼交代 對吧 那這個毛澤東 去佔到 中國 以中國之後 要去讓 實施文革 我聽說 也差不多四千萬人 只有這兩個 殺人 我跟你說 在中國和 我們日本 台灣最少保守 估計 台超過五千人 我跟你說 是有四個 沒有四個 我叫人家 所以這條 我開 他都要找什麼人 找 和毛澤東 這兩個 所以我跟你說 這兩個死都沒有路綜 毛澤東現在死也沒有路綜 現在死也沒有路綜 現在死也沒有路綜 什麼人敢給他們路綜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他們兩個 現在一個 在此武停棺 聽說一個 一個也在他們那邊 那個 我看在祖南那裡 停棺 那不是這樣 有什麼人不敢給他路綜 這條完修 欸 他們兩個這樣 直接和間接 還是五千萬人 我是說會死的 有死的 沒有死的 那個半殘 對吧 跟他的家修 跟他的儀卷 現在還在 那條小 要找上去 那什麼人做成的 主要就是 美軍派錢 出去 這是其中一個 原因就是 當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共產黨也要 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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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就是 這兩個 去 煎好後 你分配 煎好後 那些問題 整個都突突來 我們日本台灣 我們在隨便去行 所以阿公 每天都要打台灣 關於就在那裡 你就 就整個 都死死的就好了 國民黨都死死的就好了 你怕哪有這些問題 你又沒有死的勇氣 對吧 到來這裡 又不敢回去面對 對吧 在那位衰 人說什麼 好人不償命 破壞一千年 就是這樣 就是你說這個 整個國民黨 在我們台灣 放了些什麼 人家說的 腮胃 現在美軍 要回家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當然 也不是我們台灣人造成的 主要就是 美軍 他們造成的 他以前就派那個 鑽到那個腮胎 那些腮胎 廖 以後就完成 創作了 我之前說過這個問題 我就沒有再解釋了 完全這個問題 也不是我們台灣人去 我們台灣人去 水小 這是主要 主要說 所以說 我們不能去插美國和中國 他們兩個的溫暖 我們就跟我們台灣 國際地位 進行 因為 中國跟美國的問題 我們沒有 我們說的時候 我們都前白說 我們沒有理由去 替人解決這個問題 也不是我們造成的 什麼人造成的 就是 就是 張蓋舟跟 麥克阿瑟 跟毛澤東 跟那些杜魯門的 總統 跟羅斯文他們造成 所以他們 美國現在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兩個 標題就跟你說 我要解釋兩個 在我們台灣很要緊 第一就是 我們台灣的治理當局 這個台灣政府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跟台灣民政 我告訴你為什麼 我在日本時代開始說 第二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的 證據和施政 我們現在開始說 我們開始說 我們開始說 就是說 我們要說 我們來看看 1895年的下官條約 大日本帝國天皇 取得台灣捧毀所有權後 未曾以法律方式移轉所有權 就是說 在1895年之後 不管如何 在法律上 我們現在說的 都法律 台日本帝國 天皇 拿到我們台灣 跟澎湖的收益 那樣 到現在 沒有法律的方式移轉任何人 沒有 或國家都沒有 也沒有說 要告訴美國 也沒有說 要告訴中國 所以還有什麼 還有台日本帝國 我們不要在課本上面 我們的國文課本 我們大家都不要讀過一篇 我們來聽說怎麼說 這 我告訴大家 這大家都不要讀過 叫做爸爸補儀器 這 國文課本 我跟你說 這 這應該是阿國在的 喔 國學阿國去的 好像差不多二年了 二年 三年的時候 就有這個 爸爸補儀器 我跟你說 這一定超過五六十年 一直以來都要改 他怎麼說呢 他說 從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爸爸補儀器 為什麼還不回家 聽狂風怒號 真叫我們害怕 爸爸爸爸 我們的心裡多麼牽掛 只要你早點而回家 就是空船也罷 我的好孩子 爸爸回來啦 你看船艙裡 裝滿魚和蝦 努力就有好收穫 大風大浪不用怕 快去告訴媽媽 爸爸已經回家 這個我等會說 你們稍微記住這個 因為這個有一個 比較深的一些意義 我們在1945年要 4月1號 台灣周邊群島實施 大日本帝國憲法 大日本帝國天皇 與台灣就是同一家 我們說 我們日本 台灣的爸爸天皇 去深造70年 爸爸天皇 還是日本台灣的一家之主 我後面還說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要知道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記得好像民國 民國七十八年 八十二年 那個時候 台灣在消大家樂 對不對 我一些朋友的爸爸 後面就因為做大家樂 我聽說 後面好像有關 好像關一 一年 也有關三年 最長的 好像我聽過關一 五年 我記得那件 全台灣 那些什麼 大家都在做阿頭 很多人都抓去關 民國八十年 我也不記得 好像 這個陷阱掉在那個時候 好像有抓 差不多幾十百人 我們朋友的爸爸媽媽都有人去密 人家去密的時候 我們都說 那個叫做 深造 深造你聽到嗎 裡面 裡面 我們都說得好聽 叫做 深造 實際上 就一定 抓去密關 你 包括我們 那些時候 一次的一些家俗 算是 你也知道 如果說老伯父 我們都說 這個爸爸都出國去 你知道嗎 都這樣說 那叫做出國深造 所以你如果聽到出國深造 你就知道 這個應該在農的來 這是我們台灣人 你知道嗎 我們 這個中南部 方便是用的 你如果聽到出國深造 你就知道 這個在農的來 那就是深造 對啦 為什麼會講出國深造 當然 這 都是 因為那時候 那些 爸爸被抓來的時候 那些孩子都還小 都差不多幾歲了 都沒到十歲 沒有什麼事情 啊 為了 我讓孩子在那裡煩惱 也怕 要一些麻煩 所以 只有說 叫做出國深造 所以你如果聽到出國深造 我要說 八九不理事 就是被抓來的 對 我那個時候 就是 我朋友 我朋友的爸爸就是這樣 就是去出國深造 我一個人聽到 欸 什麼叫出國深造 我也聽不懂 我這麼後來一直在問 一直在問 大家都被抓來的 我就知道 喔 原來那就是出國深造 那過去的全台灣 那時候好像抓 抓幾百的 我怕死人 我朋友的爸爸就被抓了 那時候全台灣 大家的政策 都有那個 什麼 大家樂的爪 還不知道 還有一個什麼叫做紅原 紅原西津案 喔 那個案子也很大 真是死人 喔 全台灣去抓的 只包括抓幾百人 整個起訴抓去 幾百人 我都說出國深造 我們台灣就是一樣 我們台灣就是 天皇 煎白後 也有這個意思 也去深造 現在七十年 你 你知道這些事情 其實都沒有處理 你看 天皇 煎白後 也有說台灣未來 要怎麼處理 都還沒說 到現在都還沒說 這就是出國深造七十年 我告訴你 不關注喔 在法律上 台灣就是 台日本帝國天皇 他現在 對我們台灣的一些未來 到現在都還沒說 他也沒管理 所以台灣還在那裡 手道 未來方向 其實 有講好 但是還沒有下去做 這就是美國現在 回來台灣 要幫我們處理 這應該要幫我們處理 主要是 什麼樣的反應 我說的 中介教那個筛 他一些他應該做的工作 他沒辦法做 因為他的所謂 是要太低 太低 太低 這個人 我跟現在 我也要把他處理 很多事情都會下去 人家說的 撐幾體有 當然 就是講中介教這個筛 你知道嗎 在中國跟他黑白目 剛才我們日本 都會黑白頭 這樣變成 怕美國很麻煩 中國跟美國 怎麼結婚 就是這個筛 跟他的筛 跟他的黨 跟他的國民政府 的國民黨 說我壞掉 就是要怪這兩個黨 錢跟他的筛 跟國民黨 我比較賣 人家說會 撐幾體有 他如果 跟黑白目 中國跟美國 怕的不好管理 現在也是這樣 好來 言歸正傳 我們在日治時代開始說 我們以前 台日本帝國天皇 拿到我們 這個台灣跟澎湖 之後 他有設立 這個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 就是 我等一下告訴你 他主要是 這個 信多管理的模式 日本國政府 在哪裡 抵离我們台灣 你看看 這顆鷹子 就非常 免費 這個我從網路拿來 這顆鷹子 就跟我們台灣 那個時候的國體 很清楚 你看看 叫做大日本帝國 台灣總督 這個台灣總督 是屬於 大日本帝國 這個什麼 天皇直接派任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台灣那個時候 屬於 台日本帝國天皇 但是為什麼 他叫 那個政府 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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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我聽我嗎 就是說 這個台灣總督 實質上 是 大日本帝國天皇 但是 實質上 他在管理的時候 都搞他下面那個 政府做 所以我也說 日本是一個 二元制的制度 就是 天皇一個叫做 大日本帝國 天皇叫做 大日本帝國 一個人而已 一个人一个国家 我也说过这个问题 叫做朝廷 在台日本国天宏下面 还有一个政府 他也是一个独立单位 叫做日本国政府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日本政府 这个安倍晋三 这个做中立的 这个就是日本国政府的 这就是日本国政府 天宏是天宏 日本国政府是日本国政府 他是两个单位 他是两个单位 这就是国家的关系 你包括英国的努力 英国努力也是一个人一个国家 但是他下面 我告诉你 他下面有几个政府 你看英国民国 他下面有好几个政府 他有英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澳洲政府 南非政府 纽西兰 这家都是什么 都属于大英帝国民国 做完守下面人民所组织二层的政府 这就是国家的关系 他叫做英帮年 大英帮年 我们以后也是同的 我们以后就是一个大日本帝国帮年 那也是做帮年 所以原则上 叫国家法来说 所有的皇帝 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国家 他下面还有好几个国家 都以这些皇帝做什么 做完守 民意上的元首 你下面这些国家的人民 你自己去主题 那叫做人民主权学说 那叫做民主自由 就是战后之后 你包括这个 美国总统罗斯福 跟这个英国首相邱吉尔 在战前 那个时候又说过这个问题 战后之后 你这些人民帝都会去独立 变成人民所造成的国家 当然英国首相邱吉尔 跟这个大英帝国的努力 跟罗斯福 整对这些问题都会说好了 战后之后这些殖民地都会去独立 所以你看战后 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转世给那时候 才60个国家 战后之后 变成像现在连纳国家 好像190个 所以我们战争那时候 结束转世给他 只有60个国家 战后之后又加两倍 加到多少 加到190个 就是战后这些殖民地 都会从以前 那个台英帝国流行 下面殖民地 50几岸 全部都會獨立 同樣的,我們天皇戰後後也說這國家都會獨立 你知道嗎?做邦連就好了 邦連就是說我天皇是名義上的元素 但是實質上他沒有在操作這些國家的事情 交給自己去主席 包括大英帝國獨立的 戰後後五十幾個國家都獨立 都什麼人做完事有大英帝國的獨立 那叫做英帝國獨立,那在國獨立裡面有這些名字 全世界最大的磅年就是大英帝 所以那有國獨立,那有國獨立 因為他這個磅年就是 戰後為了人民的民主和主義 所以讓他做民主自決運動 讓人民主權學生去發揮 我今天來講這個問題 那就是那個時候就是我們台日本帝國天皇 拿到我們台灣後也一樣 他就跟我們台灣交給什麼人來託管 你記得是託管喔,是託管喔 因為天皇我告訴你就是一個人而已 天皇屬於他是一個人的政府 他下面還有一個政府,叫做日本國政府 哇,那個日本國政府就看了 他裡面的政府那時候幾百萬人 所以天皇一個人敢不可能來管台灣 不可能 實際上他會派一個台灣的總統 但是實際上所有的行政優勢都什麼人 你決定的 對,日本國的什麼 他派過來一些政府官,一些收賞 一些收賞 他算是收賞到總理派過來的一些政府官 在我們台灣做民主 所以他變成說台灣那個時候是台日本帝國天皇的 但是他都叫野家的那個日本國政府去託管台灣 那是實際上那個時候的狀況 就是台灣所以台日本帝國天皇的沒有不對 但是他都叫野家的政府去託管,去做 那時候台灣人你也沒有去見自己的政府 你也是日本國的一面對 那時候是屬於日本你自己管 那你自己管 你自己又沒有自主權 那個狀況就是屬於日本國的殖民地 所以我們在想台灣實際上我們的地位就是說 雖然台灣屬於台日本帝國天皇 但是怎麼樣 是日本國怎麼樣 對,你幫我們託管 託管 如果你要記得台灣 我們的國際黨一直以來都在託管 你包括我們現在台灣人也還在託管 叫什麼人託管 叫美國總統的國會和美國民主黨託管 就是說我們台灣人 自國以來這四百年都沒有建立我們自己的政府 台灣人你要記得一句話很要緊 這是要害 台灣人這四百年有歷數以來 我跟你說 沒有建立過自己的政府 從來沒有 全部分都外來政府 在那裡開始說 在荷蘭 你知道我們 一開始我們在四百年前 荷蘭人來台灣的時候也是一樣 那也是外來掙錢 他也跟我們一面 他也在我們台灣安平 古堡跟熱遮南城 跟我們一面差不多 將近五十年 要荷蘭跟鄭成功簽協議 鄭成功來 他也跟政府排過來 叫做東林王朝 什麼叫東林王朝 插他進戶 海拆政府 海拆政府 海拆 鄭成功是海拆 他就在那裡 中國大陸和鄭海拆政府 同的兩個都插 打到沒有 都沒有 到他後來就 到我們台灣 同的 所以這個政策 跟鄭海拆政府的狀況 是一模一樣的 他就在那裡 中國大陸 建輸之後 人家說 打輸 他就在那裡 他現在拆了 他現在拆了之後 就拆了我們台灣 他就順率 把政府都排排過來 那都叫做外來政權 所以那個東林王朝 就是那個 鄭成功的這個 那個 土耆政府 海拆政府 在我們台灣所建的時侯 那叫做東林王朝 查到政府就對了 那是鄭成功所建的 再來 後來就是 也是一樣 鄭成功叫師郎 你知道 大清帝國師郎 把他圍捕 之後他也建輸 建輸之後 台灣就變成什麼人一名 大清帝國在跟我們一名 他一名的時候 他也有跟我們 政府那時候一名是 隨福建姓 福建姓 福建姓你把他管 你把他管 你把他管 同樣 他也是在台灣府 後來要去政府 但是這個政府 有的人是外來掙錢 也不是我們本土台灣人去的 所以我們也叫大清帝國一名 兩百 好像十二年的那樣 兩百幾年就對了 那也是外來掙錢 那也不是我們本土台灣人的政府 所以大清帝國後來去台灣 就叫做 忘了 叫什麼人給他忘了 叫這個 台日本帝國天皇 在下關條那時候 拿到我們台灣 拿到我們台灣之後 一樣的 我們本土台灣人 也沒有機會去建立 有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那時候 台灣人民的所值 還很低 還有部落 你知道嗎 我說那時候 我們都穩盲 我們的押押的背 全部都穩盲 不可以去 百分之九十九 以上 剩那時候的台灣人 不可以去 你記得不可以去 是很好的 原本就 沒有辦法借你做 沒有 沒有製造 一個政府 因為 大家都不可以去 你如果不可以去 包括一些 土地的定義 或是包括 戶口的定義 或是說 你如果政府 要發佈什麼民意 的時候 人民基本都不可以去 基本就不知道 你說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要生一個政府 裡面說 我們人民要不可以去 以前我說 我們阿台的背 都不可以 阿台阿祖的背 很多都不可以 如果不可以 的狀況 你說自己要做政府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台灣 就因為我們的文明 所謂很多 很多 所以我要說 一直以來 沒有辦法成立 本土台灣人的政府 沒有製造 我前面 沒說過這 這 這段問題 我就不再說了 主要是說 這四百年以來 台灣人沒有成立過自己的種 從來沒有 到現在 都還沒有 全部都換來 全部都換來 包括 日本政府 那就是我來掙錢 那也不是 本土台灣人的政府 那也是外來政權 他就 台 日本帝國的天皇 就在台灣 幫你設一個 台灣總督 叫做日本國的 政府 幫你拆管 那也是外來掙錢 所以 台灣總督 也是外來掙錢 他也是在跟我們一面 當然 那是一面 但是 我們也不用 完全這樣說 他主要是 那個時候 我會說 因為 日本天皇拿到台灣人 我會說 台灣那時候都文馬 啊 我們的一些文化建設 基礎建設 經濟 國民黨都很壞 基本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 你知道嗎 所以他用日本國政府在幫你拆管 那當然他拆管 一個改動之後 他就成立一個 這個 這個算是以後 台灣人民的 你的所謂比較高 讓你自己變成一個國家 那都在什麼 你知道嗎 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 為什麼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 主要是為了殖民地的問題 主要是為了殖民地的問題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在什麼時候開始 在這個 美國這個主管國家成立之後 很多國家都要要求獨立 所以那個時候 在1800年之後 很多國家 都被美國 分分都獨立 你知道嗎 因為 我會說 我們這個人類都會對 如果有一個人開始 我會說 後面就有人在做 就是美國 他第一個 開始說 要什麼 要人民來自己做政府 所以 分分這200年 裡面 我會說 全部國家都獨立 由人民所建立的政府 這就是在美國 起頭 那叫做人民主權協助 我前面說的這個問題 你用你聽 主要是說 當然 那個時候 後面 後面天空 你把我們釋過 那個時候 他那個時候有兩個路線 第一就是說 要把我們台灣人 變成跟日本人 完全一模一樣 對 跟日本人完全一模一樣 第二個就是說 保有你台灣的特色 在我天空的主管之下的獨立 他本來是用第一個 因為這個 你包括這個 世界上的潮流來說 大家都一定要第二個 就是保有那個地方的特色 你也那個地方的所有錢 和主權 你把它訂掉 你讓那些人去做 這是戰後的模式 但是在那戰爭前的模式 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是天空說 這樣一樣的 我給你台灣人看作我日本 看作我島的 他本來是這樣 所以這給你實施憲法 這個憲法 實施下去了 以後就是變成說 我們台灣的國際 就是日本臣民 日本臣民 我等一下去說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現在開始說 要建立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 天皇拿到我們台灣的時 因為我們台灣的收集很低 你看看 我們的文化數字很低 要成立一個國家不可能 不可能 收集太多 那個時候拿到台灣的 百恩基 九十九的人都不可以理 我們的阿泰那輩 在台青帝 在台青帝 我們的泰座那輩 大家都不可以理 對啦 所以你要生理自己的 台灣臣民的政府 不可能 你收集太多 那日本人那時候 收集在阿州最好的 所以他們要管 那就會管 管不管 所以這點 你要讓他們完成 因為我們是自己 無知了 生理自己的政府 所以把人給我們打管 所以我們那時候 台灣就隨著什麼 隨著日本國在打管 但是所有管 什麼人的 台日本帝國提供 這點是很要緊的 因為我們台灣 這四百年來以來 從來台灣人 不可以建立自己的政府 都是外來的政權 你的家都是外來政權 全部都處於脫管的狀態 一直都外來政權 在我們管 打管 像是我們台灣人 特別說 你看看 什麼馬少爺 或是一些小小的國家 只有十萬人 成立一個國家 到現在還不是 你看我們台灣人 我們的台灣人 真的我們是傻 他才有問題 真的 你要信任你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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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知道 你要改善 是你有問題 我們台灣人有問題 他才有問題 他才有空 我告訴你 我們台灣人有一個人 人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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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的 威威 聽哨子 你就是吃下去 你知道嗎 你就是要聽他們的 這就是台灣人的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要去解的所在 我們好騙 你知道嗎 跟你說真的 你都不行 你都要聽嫁 你都要相信嫁的名 你都不可以去追求真的名 這就是台灣人最大的問題 就是什麼 台灣人不可以去追求真的 到底屬性什麼名字 他不可以去研究 他只要聽人家說 他自己都不可以做研究 說這到底是什麼名字 他看不太清楚 他不要 他就只要聽人家說而已 那是人家 對啦 就是台灣人 一直以來 沒有辦法建立自己的國家的關係 這要怪我們台灣人 好騙 不要打 到現在也一樣 這個民主性也還在 好騙 不要打 你會知道你的弱點 你會知道你的弱點 你不只要去研究那些問題 你 你要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到底我有什麼缺點 你才不會再在那裡 我們的阿祖阿台 都在那裡 你到現在也要再講下去 你就沒有余計 你的準備去別族 我告訴你 現在就是台灣人 要受不了 什麼原因 好騙不要打 你知道嗎 我們祖先怎麼又換到現在 沒有改變 好騙不要打 都要聽人家說 都不要去對 事實上到底那些什麼名字 看上去 那到底那些什麼名字 他不要去研究 都聽別人說 都聽民主說 都聽你的丁氏說 都聽你的總統說 你就不要去研究 事實上那些什麼名字 你知道嗎 你不要去對求真理 你就死 你就沒有太多心理 你自己的國家 你永遠都聽人家 你永遠都不去研究 事實上那些什麼的 緊力到底是什麼 你就不要去研究 你都聽人家說 人家說 國民黨的話 聽得懂得吃的 你就把它吃下去了 還給你拖 還給你拖持 用什麼聯考 高考 什麼亂七八糟的考 給你拖下去 每天都叫你去背 說那些雞口修 自己的名字 你當然你不清楚 他給你教的 都叫 那實際上什麼名字 實際上就是在Google上面 都實際上 那就是國民黨 不可以幫你教的 我說國民黨的教育 是比Google更差 Google 身材和二次的那些資料 都比國民黨 跟你講的還好 國民黨的話 聽得懂 你知道嗎 你就去電腦查查 那些名字 那些都國際社會 公開的資料 你不去查 你知道嗎 你在那邊庭 你就只要聽人家說 人家跟你講 你去查那些名字 到底有的還是沒有 你去查 那些國 那些國座的法論 到底有那條 沒有那條 到底有那條 就是沒有那條 你去查 你就是不查 那邊庭 都聽人家說 魚湯卿 好便壞 對啦 這就是你台灣人 一直沒有辦法建立 你自己台灣人的政府 什麼 摳欄 那你自己的問題 你一直都聽人家說 你都聽人家說 你都不要做研究 好 你就是 你都這樣說 沒做 這就是台灣人 可悲的地方 說真的 你都不相信 只要聽嫁 真的都不相信 都不要去找 這到底真的是什麼名字 真的嫁分不清楚 這就是台灣人 真的是傻 你知道嗎 他家壞壞 只要找不到的名字 背一大堆 扣一百分就沒效 那是傻的 傻的 傻的一百分也是傻的 你要記得 你那些名字都背起來 都傻的沒效 也是傻的 傻的名字 你就是現在台灣人 就是 國民黨的 唯一聽哨子 你下去吃下去 那個國立兵議館 幫你加 那你麻煩拿 放火燒燒到 那些都沒效的 都拿一些傻的 給你騙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就Google 有那個名字 沒有那個人 二的你就知道了 那屏大堆 那 你就 高齊都高一百分 那你怎麼不去 去Google查一下 你知道嗎 查下去就有了 他就走不去 那他真的有那個名字 那你 在我中華民國的 國立兵議館 怎麼說這個 他的高齊怎麼說這個 那他就是不該跟你說 如果不該跟你說 就是真的 那他把你加 都拿價給你騙 那他叫做好騙 不可以加 你知道嗎 這就是台灣人 真的是大謀病 對啦 都沒有去找 那到底是真的假的 那是真的有那個名字 沒有那個名字 對啊 你要去驗證啊 你要去檢定啊 我跟你說的 這些名字都有 就是 我們要建立一下 跟我們說 那個時候就是 台日本抵抗 拿到我們台灣後 要到 阿卡的日本國拓官 把我們修理一個台灣總督府 再來我就聽你講 再來 1945年的事業要把我們修讀憲法 什麼憲法 大日本帝國憲法在日本台灣 這個有 政委朝鮮及台灣我統治 把你修讀憲法 特我命這個 朝鮮及台灣著名為帝國議會 或議員 把我們成為什麼 日本臣民 我們的國籍的時候 台灣就是日本臣民 所以我們台灣就發命化 就是修讀憲法 所以我們台灣的憲法 有沒有 台灣有修讀憲法 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 這是真的啊 這是你走不去啊 憲法如果一旦修讀 你會照國際法來講 你就是那個國家的人民 大一個國家 台日本帝國的人民 那如果照他的憲法 叫做日本臣民 叫做日本臣民 這你就走不去 這就是國際法 所以國民黨都不要跟你抗 你看 你在世間 現在你沒聽過 台日本帝國憲法在台灣是死的嗎 有嗎 你們聽到法官 你沒聽過這個嗎 台日本帝國憲法在台灣是死的嗎 你沒聽過嗎 你狗狗打到那麼多狗 這是這麼大條的事情 他不要跟你說 憲法是你都知道嗎 你用膝蓋好 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 我們台灣的根本大法是什麼 你就找憲法 你憲法你找出來 你就知道 台灣是日本帝國憲法 他怎麼不跟你說 這就是要害 他剛才跟你說的 就是真的 跟你教的 都說國民黨會不會聽 你先要曬一下 你就大部分大部分吃 一百分 一百分 最要件的都沒有在討 正是在後面 他也沒有在討 你看看 這很要緊的 台灣是 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你都知道的 你就是法律的 憲法是 國家的根本大法 最基本的就是我們的憲法 你如果要跟一個國家的人 你就看憲法 美國人上面的憲法 一定是美國的憲法 我們台灣人到底跟一個國家的人 你就看我們上面的憲法 就是憲法 台日本帝國憲法是憲法 你都知道憲法 是根本大法 你都知道憲法是根本大法 你都知道憲法是根本大法 我們在討論什麼公民與道德 三民主義 投到一堆 憲法是根本大法 我問你台灣的根本大法是甚麼 台灣的根本大法 是說我們的憲法 我們的憲法到底是哪一個憲法 大日本帝國憲法 這啊這啊這啊 跟你拆下 這就是國民黨不要跟你說的 憲法一拆下之後 這個台灣這片土地 你不管你賣還是賣 你就是台日本帝國 這個天皇的 你沒辦法 那憲法是憲法根本大法 那時候大家都開過 都葬過 葬意說台灣好 跟你拆下 台日本帝國憲法 在你台灣跟調整 這就是台灣 所以台灣是甚麼人的 台日本帝國憲法 我才有法律跟你說 這就是國民黨不要跟你說 所以你認為你口是一百分 你真的都辦嗎 你還有很多的不知道的 這就是憲法讓你知道 所以你說的是 你現在發官 檢查官 或是書記官 甚麼都好 對不對 陷阱條都好 你口是口很高的 其實也沒有 因為最要緊也沒有你拆 真的沒有你拆 你拆下都沒用 你拆下都沒用 你拆下都吃藥的 不是要緊的東西 最要緊的東西 他一定不跟你講 國民黨有給你教養的 重要都不會跟你說 那就是他的教養 沒有要緊的 你把你拆下一堆叫你去背 對啦 這就是 人家說的 國民黨有的痛 還有賽者 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今天不要跟你拆下都給你拆下 所以你拆一百分 你不要嚇壞 你很多都不會用 檢查官 發官 來都一樣 你就是不會用 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所以你知道 教理所在你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就拆中間民國那一堆的 那一堆拆一百分也沒用 真的沒用 真的沒用 因為最要緊的 都沒在你拆下 你看 你都拆法律的 最基本 你要了解那一堆 你到底拆下一個國家的人 我問你 你自己改稅 你現在拆下的國 你也沒拆下 你拆下 你說你拆下 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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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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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拆再到 自圓其說 對嗎 這就是他沒要跟我們拆下的所在 這是很要緊的 根本大法 什麼是根本大法 憲法 你台灣辭職哪一部憲法 大日本帝國現在 這你就拆不去 這就是國際法 法律就是說 我跟你說 你不管沒問題 法律下去你就沒辦法了 你看 這最要緊 他沒在你拆 你看 欸 大日本帝國憲法在台灣 實施這多要緊 你知道嗎 我就只要看這而已 我最要緊的根本大法 到底台灣 到底憲法在什麼 齁 他拆下了 這跟國民黨都沒人說 所以在1945年9月2號進行 台灣的治理當局是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 那個時候台灣還在拆下 叫做大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 台灣總督 那個時候在1945年9月2號進行 台灣就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 那就是台灣治理當局 實施上台灣的在你統國 在1945年還沒前排進行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 這就是實施上 我們的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 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的治理當局 在日本還沒前排進行 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 那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這個概念你先建立起來 因為我要接前排之後 我們在前排進行 我們台灣的治理當局 就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 那它屬於託管 脫管 是台灣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皇的 沒有錯 就是它叫做日本帝國政府 你脫管 它叫做大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 我前面要介紹過這些問題 你都去聽我的演講 所以我就不說最前面 我才跳你講 我就跟你講結論 那時候在前排進行 我們台灣的治理當局 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 你要記得一項 因為我要接後來 我們的台灣治理當局 因為台灣的治理當局 就因為我們前排之後 裡面的內容就改變了 但是那個台灣治理當局 一直都在 什麼叫台灣治理當局 你才有託管 你要記得 因為我們台灣這四百年來 不能建議自己的政府 所以都一直在託管的狀況 那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那叫做信託 我們台灣一直 台灣人都在說啊 好便不可以跟 他沒有法理 他沒有整理做基礎 所以他要跟你建議國家困難 因為 現代所有國家建議 都一定要什麼 照國際的法理 國際的一些社會相關的法論 跟什麼跟真理 跟真理 真理的經歷就是屬性 觸死 T-R-U-T-H 所以法讀一定強調一個 什麼事實跟證據 屬性跟政府到底是什麼 法律的根基就是兩兩的 就是法律本身跟事實 這根基就是法律的 最非常重要的兩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法律條款的本身 第二個就是 這個法律條款要基於真理 基於事實 這就是法律的有效性 非常重要 法律就跟他談兩行 你這兩行如果沒有 你這個法律不成立 還是說你這個法律成立 你要看什麼 法律本身 傳來叫什麼 傳來叫法律 第二個基於什麼叫 基於事實 基於證據 這是法律裡面 追求最基本的兩個原則 第二就是法律本身 就是你要修法律 這是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是說你這個法律要基於什麼 證據和事實 這樣你這個法律就有效 所以我說法律是基於什麼 法律本身跟什麼 跟事實 真理 這是法律要追求的什麼目標 所以法律一定不會 違反這兩個基本原則 就是不會 第一個就是你要遵守法律本身 遵守法律 第二個要什麼 第二個就是尊重什麼 真理 真理和事實 這就是法律在追求的 所以你要判斷一個法律 這個法律到底是真的假的 你就照顧這兩個原則 你看 什麼書籍 到底有沒有追求法律 你就給予這兩個原則 你就知道這個法律有了 沒有這樣 對啊 你就有判斷說這真的假的 很簡單 你說國 國際條例是真的假的 你如果有很多的 你如果有四五十個國家 大家做檢討 那就是真的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基於法律本身 法律嘛 那法律下落 那就是這樣 然後基於什麼 事實跟證據 有四十幾個國家做背書 譬如說 舊金山和平條有沒有效 有效啊 為什麼 因為那個法律 因為那個法律本身有 是有舊金山和平條的 所以你要尊重舊金山和平條的來面說 然後第二 第二點的說 它是不是一個事實 是不是一個證據 是 為什麼 因為有總共四十八個國家做背書 他們的簽約的代表都跟我們做檢討 那大家都有簽用耶 拜託 那些人做嫁的嘛 所以你看法律本身基於什麼 法律本身 條款本身 第二個基於什麼 事實跟真理 那這個法律的有效性 所以判斷究竟上 會比較一定有效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法律 你覺得我判斷有效 你就叫這兩個 第一個法律本身 有沒有那個法律啦 第二個 是不是有人幫你做見證 越多越好 越具有代表性的越好 非常要緊 這就是國際法嘛 所以他怎麼有什麼困難呢 法律就掌握兩個原則說 有沒有那條法律 有沒有那個法案 第二個基於那個法案 是不是有見證 是不是一個事實 是不是一個真理 你一看你就知道真的假 所以我只看得到說 台日本的憲法 台灣實施 哇 我就害了 因為這 因為這法律本身就是一個事實啊 他又很多人簽名 你看看 你看看這都有人簽名 什麼海軍大臣啊 外務大臣啊 陸軍大臣啊 這就是競爭啊 還有我們的育人天王 你看這都全部都是啊 這就是競爭啊 不可以做假的喔 這就是事實 這就是真理啊 六個都做北書用審命 說有這些事情 這就是屬性耶 你知道嗎 這就是經理耶 還有條款本身給你實施憲法 不然這會假的喔 你只看過這個名字 你就知道你稍微把法律 兩個原則 你要來判斷一下這個真的假的 看來我嘴都聽了 我知道台灣什麼的啦 這不需要好說 我只看過現狼 台日本大國現狼 在台灣實施了 我就知道我海了 海了 你就是要在這裡處理 台灣的國際體就是要在這裡處理 我用膝蓋上就知道 我看過我也不少啦 我掌握原則第一 是因為那條法律啊 第二 那些人做競爭喔 競爭越多人越好 拜託 這是議會 開會統計 整個日本那些大神 那些議員 大家開會統計 說台灣要跟你接納做 你做 台日本帝國的新聞 做我們家的人 你知道嗎 這是真的 這不是假的 這樣意思嗎 所以法律就基於兩個 第一個法律本身 就是這個法律本身的條款 第二個是不是 事實真理 有人做競爭 有啊 有啊 這有啊 這都做競爭的 你都不看得到 這就是國民黨 不要跟你說的 你看 有啊 朝鮮跟台灣 就不要跟你說了 你看 你這麼要緊的事情 你看 所以你們 那些 檢查過 法官 口一百分不夠 你這就沒有讀到 麻煩你跟我說 這什麼 你如果照顧你 憲法的學者 你看 那些憲法的學者 你就贏到的啦 不然你要怎麼樣 再來就是 1945年9月2號 天皇說 我導航 我賣到美國打 因為打不下去 後面就是 我們就是 日本這邊 全都建書就對了 啊我們建書的時候 我們就簽什麼 簽一個很要緊的 叫做相互文書 啊我們在那裡簽的 就是在祕書裡建 在東京灣上的祕書裡面簽的 我們大家都看一下 這個 這個 左圖 這個就是崇光貴 是大日本帝國外相 崇光貴代表 你記得崇光貴是代表 他是代表什麼人簽的 台日本帝國天皇 跟日本國政府相互 重點在哪裡 是這個台日本帝國天皇 我們的元首法道 國際和國際的戰 國際和國際的戰爭一定是元首對元首 什麼人跟什麼人的戰爭 台日本帝國天皇跟美國總統的戰爭 人是你看看你的元首 什麼人跟什麼人的戰爭 我們後來的重要所在在哪裡你知道嗎 我們的元首 台日本帝國天皇向美國總統的戰爭 這是最重要的 天皇如果導航 我告訴你你下腳什麼點 你都要打 只要說我們說一句話 台英帝國的流行 如果有一天 如果向美國總統導航 我要說台英帝國 下面那五十幾個國家都導航 旁邊摸的你就是要導航 所以那個時候 美國的為什麼要援元首早 就是要逼天皇向美國總統導航 這個天皇 他如果看到這個戰爭打不下去 他整個人發導航 他如果導航 我告訴你下腳那些人 你賣也沒辦法 導航就是導航 所以我們的主要 我說很要緊 這個國際法律裡面 很要緊就是天皇 因為天皇 那個時候是我們日本的最高元首 他如果發導航 我告訴你下腳這裡 日本國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部隊 一些海外的部隊 還是人民帝 你全部都要向美國總統導航 這是國際法你看看 你的元首向什麼人導航 戰爭法你看看什麼 什麼人跟什麼人在戰爭 一定是元首對元首的戰爭 好 你這個元首後來是向什麼人導航 這是很要緊的 我們就是後來簽相輔文書 這個相輔文書很要緊的 是1945年的9月2號 這個相輔文書 這是很要緊的 我說這個東西也是非常要緊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向美國總統導航 因為你的戰爭 是元首對元首的戰爭 人家最要緊的 平安不是最要緊 主要是你的元首最要緊 你的元首是打輸還是打贏 對 我們後來就是打輸 這就是戰爭文裡面要看的 什麼人跟什麼人戰爭好 你的元首到底是打贏還是打輸 你如果打輸就到了 你如果打輸你就向對方的元首打 戰爭文就是你看這個 你到底是打贏還是打輸 你輸給什麼人 還是你跟什麼人贏 這樣就輸掉了 輸給什麼人很要緊 輸給美國總統 因為這是元首對元首的戰爭 因為美國總統是三軍統帥 大日本帝國天皇也是三軍統帥 你看這個 元首對元首的割倒 到底什麼人贏 對美國總統贏 我們台日本的元首也是你的屬性 法律強調什麼 條款本身 還有基於什麼證據和事實 證據和事實就是天皇育嬰放送 說我們日本戰爭 要向美國總統導航 這就是屬實和真理 這你沒有人去負責 因為這國際小的都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你也不聽說日本導航 我說日本的什麼人導航 天皇你導航你要緊的 因為他是我們的元首 他們就元首頭押下去 才會跟手底押下去 你都導航了 所以那時 我聽說1945年的時 好像8月15日 16日 天皇在御嬰放送的時候 齁 全日本包括我們台灣 靠到這樣 聽說我聽說我們戰爬的時候 天皇你放那個什麼 放他的露營堂的時候 放那個什麼 放那個黑椒出來的時候 台灣人靠到這樣 聽說幾個台灣都在靠 齁 人家說的齁 好像是老爸是老父這樣 大家全台灣都在靠 我聽說是這樣 到底不真的 記得問你們八十歲以上的老爸 是不是這樣 我們在戰爬的時候 台灣人聽說都在靠 沒辦法 天皇發書 天皇說我們導航 叫御嬰放送 後來就簽了 這個想法文書 你們八十五歲以上的時段 你們應該都知道這段日子 都在靠 都在靠 那裡戰爬 我們戰爬就發一句話 就叫做什麼 國旗第一來 就中國第一來跟我們講 等一下 我們就說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要說的 是很要緊的 就是我們的元首 向什麼人打 我們的元首 台日本、地國、天皇 向美國總統打 我們就都打 台灣就沒戰了 這叫做日暑沒戰 我們戰爬就在看什麼人 向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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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戰爬 我們到底打死也打死 我們就是社會了 這屬實 後來天皇說 我們不要再打 就是導航 導航 向什麼人 向什麼人 導航 你要記得 我就說這個 很要緊的 因為這名字都很要緊的 這就是 中華民國沒有跟你說的 這就是 國民黨沒有跟你說的 國民黨如果沒有跟你說的 都很要緊的 我跟你說的這裏 國民黨沒有說的 都很要緊的 最好是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日本國的政府 還有這個大問題 向什麼人導航 麥克阿瑟 這個麥克阿瑟 這個麥克阿瑟 是代理什麼人 代理美國總統出來 所以主要這樣要看到 什麼人 美國 美國總統 就是我們的 台日本帝國天皇 這是元首 美國的元首 什麼 美國總統 所以元首 對元首 你導航 就是我們 台日本帝國天皇 向美國總統 導航 對 我們下面這些 簽的都代表 這是 崇光輝簽的 這麥克阿瑟簽的 這都 我告訴你 這都是算代表而已 算 台日本帝國天皇的代表 跟美國總統的代表 他們兩個對簽 他們兩個都派 代表出來 講這件事 講相互這件事 所以我們日本這邊就派崇光軌 美國那邊就派 麥克阿瑟 對簽 在秘書里面上面簽這個相互文書 這個相互文書最要緊的 簽的就是日俗美戰 我告訴你 這個文書最要緊的 為什麼台灣的國際地位是日俗美戰 就是我們台日本這個天皇 和美國總統導航 這就是日俗美戰 這沒什麼好說的 你 國際戰 政府裡面就說這個 你派崇光 派崇光 什麼人跟什麼人派 派崇光 派崇光 你輸到什麼人 啊 輸到對方的元首 你就說一下 就是這樣 然後對方的三軍統帥就會發布什麼 就是軍事戰領法 不用自己贏 那叫什麼 那叫一般命令地 然後這個 算是我們相互文書簽了 馬上發布 立即發布一般命令地 這個一般命令地 就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台日本帝國很快 我們台日本帝國很快 除了日本的本土以外 你包括條線 你包括我們台灣 還有那個中華民國都戰敗國 還有一個萬集國 都戰敗國 天皇如果法書 他什麼政務 不管是人民帝 還是他本土的政務 都要導航 像大英帝國的流行 導航的時候 是五十四個國家導航 所以那一個皇帝導航 是怕死人 他什麼牌整個政務呢 一個皇帝 我告訴你 都相互文論的國家以上 所以他叫做 叫做帝國 帝國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什麼叫做帝國嗎 他帝國代表什麼一個皇帝 然後下面一定會被人佔 很多國家 很可愛 所以這都叫皇帝 你皇帝不會 黑 算說隨便封的 那有主界 你知道嗎 就是你跟土地佔很可愛 以前就是皇帝 土地官很可愛 你知道嗎 這都叫皇帝 以前全世界佔了最高的一個國家叫做大英帝國的流行 他佔最高 全球四分之一農業的殖民地 四分之一都叫大英帝國 我們以前知道大英帝國怎麼佔多少 再來 再來我們那時候第二大帝國是哪一個 大日本帝國 我們那時候也佔很難 除了日本國 你還有台灣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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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 萬祥國和中華民國 都叫做大日本帝國 我們 戰後之後他都全都在打來 尤其是 國共內戰 這個 國共內戰就是 我們現在還要發佈一般兵 因為我們天皇說戰敗 你知道嗎 戰敗讓美軍去處理 美國 這個 美國總統就怎麼開始分配佔領 他的分配佔領叫什麼 叫做一般兵人地 就是這個一般兵人地 要創不好 我們今天 阿秋文在這裡這麼多 打開 你知道嗎 打一個開會 你包括在中華民國 就發行國共內戰 他們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要爭 這個中華民國的主導館 所以他們兩個就打一個開會 四五千萬人 你知道嗎 連那個什麼文革 我們台灣這邊戒嚴 哇 摸到死很多人 所以他們兩個 獎匪和共匪 到現在的死都沒有路種 這領兵 說什麼 這要怎麼對人交代 這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也不是我們做的 這都 九戒酒和毛澤東 他們下的面臨 所以你看 他們兩個死沒有路種 我看他們就在這裡 你看看 一個我聽說 毛澤東現在 都在水 都在他們 人民大會堂裡面的 水經官 還有我們這個 九戒酒在此五 你自己想一個問題 他們兩個為什麼死也沒有路種 你說我們台灣的陳靜辛 劃十二不射就好了 六個都路種了 他們兩個為什麼都沒有路種 那已經代表大問題 人不敢讓他們路種了 就是這個國共內戰建立了 這個中華民國處理得不好 那就是 那些問題都處理得不好 都把我們帶來我們台灣 帶來我們台灣 然後隨便小心 三一位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個一般命令第一號 來喔 你真的很看喔 台灣的問題 你那裡就是 為什麼今天美國和中國 感情這麼厲害 就是這個一般命令第一號 一般命令第一號 一般命令第一號 超不好 這個中華就有 跟他的國民黨有 算是有疏心 跟互賣無 無 無界都開開了 來 這就是要害喔 為什麼中國和美國今天 感情不好 真的很痛 在中國 你記得中國 台灣 我跟他說中國跟台灣 這樣帶你就知道 啊 怎麼 音像蔣介石將軍投降 你要記得是像中華盛 中華盛什麼人牌 麥克阿瑟牌 因為一般命令第二號 是麥克阿瑟發布的 所以一定是麥克阿瑟牌 麥克阿瑟什麼人牌 美國總統那個時候杜魯門 杜魯門 杜魯門 杜魯門就叫這個 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叫 中華盛去佔兩個地方 佔不好 中國和台灣 那時候 中國的國家叫什麼名字 叫中華民國 那時候 中華民國就 兩排人要做 什麼人要做 中華盛的國民黨要做 跟這個什麼 毛澤東的共產黨 他說 我也是中華民國 我也要跟你爭 我們兩個 戰鬥 我們兩個都打贏 我們兩個都對日抗戰 都打得到 我也要分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 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 說要來分 戰鬥這個中華民國 結果兩個敲不了 就拚起來 有沒有 這國共內戰 這叫做第二次國共內戰 結果我們知道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這些問題都帶來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人隨時 去進行這部三位 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 中華民國在台灣 變成我們台灣人的詛咒 你聽我說的意思嗎 你就是 你延續 國共內戰 無處理好的問題 所以中國人民 都很聰明 你知道嗎 這些問題 都做的少少 都做的 台灣人去進行這部三位 就對了 原因就在那裡 那時候 就是美國總統的代表 蔣介石 你要記得中華民國 是代理什麼人 來給我們 我們就說過 我們是元首對元首的 黨 是台日本帝國 天皇上美國總統的 黨 所以 這個中華民國 就代表美國總統 實際上 是代表美國總統 來 驚訝我們台灣 所以這個 美國 這個總統的代表 蔣介石 在 大日本帝國 台灣總統 因為我們前面說的 台灣治理當局 叫什麼名 叫做大日本帝國 台灣總統 那是真正的 專名 我們 這個 這個 台灣總統 原則建制下 那個時候 運動要怎麼做 你知道嗎 應該設立 美國軍事政府 USMG 代理美國 總統軍事 佔領 大日本帝國 台灣總統 那個時候 照你說 就要設立 台灣民眾 台灣總統 都要設立 你知道嗎 就是 那個台灣總統 變成台灣民眾 他上面 還給他 美國軍事政府 因為我是代理美國 代理美國總統 來占領 所以他那時候 就要設立一個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眾 這是標準 這是標準的 按照國際 政經理來說 那個時候就要設 但是那個時候 就是不設 你知道嗎 應當設立 而沒有設立 這就是 中 這就是中 四五路中 的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國共 內戰 之後 對我們台灣人 政府 這個什麼 他沒有設立 民政 他沒有設立 什麼 他沒有設立 台灣民政 然後美國軍事政府 他也不講 就是說 他有孫心 我說他是 他跟麥克阿瑟 好像有什麼協議 這我就不知道 這林鄉要搬 就是 去找 相關照 他那些 機密檔案來看 他為什麼沒有設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這我就不了解 你知道嗎 我也是有一個懷疑 為什麼他沒有設立 這按照國際 政經理來說 這個戰後 我們就要設立 就是說 我們在戰後的時候 齁 台日本帝國天皇 發導航後 一般命令第一號 叫軍事政府來 他就要設立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他 軍事政府代理 美國總統來 抵抵我們台灣 又幫你設立一個 原有台灣總督府的 建制下的台灣民政 所以那個台灣總督府 實際上 就會變成台灣民政 照你說的 這樣 他上面再有一個 美國軍事政府 要幫你抵抵 這樣是照國際建制法 這樣最標準 如果那個時候 有設一個 美國 1945年9月2號 我們簽商務 文書料議 九個派成立國人 幫我們設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我跟你說 我們今天都沒有這樣的問題 今天也沒有什麼 二次辦 沒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九個派成立國人 他就是衛梭 還要說 他就是土尾頭 他就是青鞍出來 那組織很壞 你不要看九個派 我聽說 你好好去聽演講 他的組織很壞 所以那個時候 就沒有幫我們設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那是衛梭的國際法 的一個錯 那就是我們台灣人 今天有什麼 政經這麼暖的原因 要怪人家 怪人家 在中國就是做不好 國共內戰 就是做不好 他們在分析的時候 就無法 被拼起來 之後 再台灣 還給我們衛梭 沒有設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沒有就是沒有 沒有設就是違法 你要知道 他應該適的 但是他沒有適 那他的疏心 你知道他如何 反正他都不敢识 这条铃铛也要判他 这美国国政府 开军事法庭 一定也判这条铛铛铛 你怎么没做 因设立而没有设立 你就是错误 这不需要好说 这铛铛 如果美国国政府 进来开庭 一定审理铛铛铛铛 当 back 然后就 去 prompts 我跟你说 我要对他们看 psychological犯例 他 blanc掉 這個沒有人我都替黑暗的 你知道嗎?因為太大條了 所以他死不老總管他就在那裡 都反什麼反天條 他也不是反世條的 說台那幾個人而已 在捷運鄭捷那些台七的 或是說陳靖辛跟白小燕撕票 他不是那它是反戰情反的 那是四十七千萬人的 那如果無罪都要四十七千萬人的 那不是那麼簡單就要放他出來 所以現在就死無路綜就是反戰情緣 我說反戰情緣是很嚴重的 那死都幾百萬人以上 你如果說帶中國跟日本這麼年大 死都死幾十千萬 所以如果戰情緣的問題處理之後 不好都死很多人 我問你啦 你只創無路死那麼多人 人敢給你路綜嗎 所以蔣介石跟毛澤東 怕死無路綜原因就在這裡 人不敢給他路綜 這兩個啊 這兩個都魔王啊 殺人魔王啊 兩個倒楣 台湖青萬人 我說死的而已 啊沒死的咧 那半殘的咧 那幾十四人都去醫生的咧 我問你人權太壞了咧 這要怎麼算 所以他們兩個魔王就是都沒有路綜 他們就在這裡 只有他也在台灣持有也沒有路綜 中京國也一樣 他也沒有路綜 他們兩個旁邊都一樣 那就是在台灣違反國際前進外 又清犯人權 所以美國也不敢讓他們路綜 你知道意思嗎 啊沒這些問題 你 欸我說 這美國也沒有辦法替暗 這美國也沒有辦法替暗 因為實在太大條 這不是說普通小小條的 陳建新的台貴的這樣而已 還是說 鄭捷那個人台七的這樣而已 他也是台幾千萬人的咧 還影響到幾個世代咧 所以你看清犯國際法和戰爭法 你看 他這影響的你看 影響的程度跟 這個幅度跟 時間的深遠就好了 看多嚴重就好了 現在美國 他跟媽媽這樣是好 我都說是在外 啊 人家說會搶他幾台就好 拿到這個塞人 對啊 啊吃了海 我們大家在那裡不可以這樣啦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就是他犯的啊 所以他死不容易啊 啊 啊就是那個時候 就要設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啊應設立 未設立 就是犯法 而且他又犯大條 他就沒有做這些工作 欸 你不要看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我跟你說 那本來就要熄了 那在七十年前 1945年的時候 9月2號早就要熄了啦 那他就是應設立而未設立 所以他才犯國際戰法 這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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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打不到 再來就有很多錯誤 來喔 你來看 美國總統的代表 蔣介石 毛澤東怎麼跟他 在國公內戰的時候 跟他說 你中概就是 美國帝國主義的組合 我以前都看不 我以前都看不 他的自傳 電影說 我有 一段時間 我 全部都在看他的作品 他的奏 我差不多都有 打過 你包括共產主義的名字 我都有打過 我稍微 他們的奏 我都翻過就對了 反正我有一段時間 他就 三個奏 看了 他也看他的電影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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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國大業 哇 他們那些 國共內戰 哇 他們那些 我也花一段時間 我都在看他的作品 啊我 其中一句話 讓我最深遠的 你把我看他的 電影說 這次就是 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靠腰 我都看都沒有 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看 我想 差不多十年前 十年前 我就開始在看 算說在他們研究 差不多十多年前 這都有啦 那些什麼建國大 那些時候 我那些怕他 非常非常非常火熱啦 啊我 我也都在看 啊他的包括一些作品 我也去圖書 也找來看 包括共產主義 什麼 馬力思想 我都拿來看 到底他們共產黨 我的研究 嘛 我就拿來看 啊 我看了之後 我其中對我心理 我其中有個疑惑 我 什麼是美國帝國主義 為什麼 中國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我是來看都沒有 你知道嗎 因為什麼樣子 因為我也想中華民國的教育 我都 中華民國的教育 中華民國的教育 是一個偉大的領袖 如果沒有他 我們台灣就變成共匪來統治了 我們以前都是那種 國民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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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不到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如果 中華民國的教育 你真的想不到 為什麼毛澤東 會說中華民國的教育 美國帝國主義 我也想不到 真的我想不到 他跟他的電力 我看了我也看不到 我一直在找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到底什麼意思 我只知道 九個月有跟美國收錢 我不知道 只不只收錢 我來九個月就是美國人 跟你娘 哇這片多大 你知道嗎 所以他這麼說 這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我以前都看都沒有 我來參加台灣民政務 之後 我早知道 我倒掉 哎唷 怎麼這樣 整個都 因為我在想 反應說 這中華民國 國民黨很多事情 沒跟我說 他跟我說的都嫁 一定是嫁的 對 反正 他要讓我知道 都嫁的 他不讓我知道 都是真的 我在想 我就知道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我自己說的都嫁了 對啊 我後來 我認真 一項一項 在研究 快要調 快要法律條款 一條一條 都給他現出來 讓人家看 你知道 他說 他很多不要跟我說 但是他不要跟我說 就是 真正的事實 他要讓我知道 都嫁的 他要讓我知道 都嫁的 他不讓我知道 都嫁的 他就是 我們說的 台灣人 不讓人家 所以你去投資 口齊一百分不夠 因為你不知道 真的 因為 重要的事情 在中華民國的 教育書裡面 都不可以自己說 口齊也不可以 你就不可以調 你知道嗎 你中來都不知道 有那個名字 好像說一條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在台灣 是是 你看 你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憲法是根本大法 你自己好法用膠頭去想 很簡單 憲法 都知道 根本大法 台灣的憲法 到底是哪一部憲法 你看 你看 他這最基本的 他就不要跟我們說 你看 他也是騙 其中一句話 我在看 他馬列思想 包括 毛澤東的一些 自傳 看他的電影 我就想 他一直在想 都沒有 你看 美國帝國之外走口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後來 我的研究 他在台灣民政 我的研究 真的耶 我其中 這兩百度 你們可能很多人都看過 你看 1943年的史迪威替蒋介石 壽勳 什麼是壽勳呢 是 是長官隊下屬 這叫做壽勳 靠腰 所以這就是美國 美國之外 還有 你看 這美國總統 川普 這他的 那個顧問 還有抗位 你看 這個美國總統 後面有一個 章子 插頭上的 你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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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意思 這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口 幹你娘 我以前都看都沒有耶 我後來再說 毛澤東跟我說的是對的 這是毛澤東跟我說的 沒有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知道 他一直說 蔡介石的美國帝國 所以我看都沒有啦 喔 原來我後來看一般命令地號 我就看有了 有沒有 他叫張戒舊去講 啊 張戒舊什麼人牌 麥克阿瑟牌 麥克阿瑟什麼人牌 美國總統牌 這樣他就是美國帝國自己的走口 這樣完全都對了 所以張戒舊是漢肝耶 你知道意思嗎 他是漢奸耶 他都說白人漢奸 實際上 吃到的大漢肝 是張戒舊 他就是美國帝國 這個就是漢肝阿 那他們自己說 我是教育的 都會贏阿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漢肝什麼人 蔡介石阿 那美國帝國職業走口阿 真是說的 沒有這是毛澤東說的 那他的對手說的 我是教育的 原來的說給你們聽而已 我沒有那個意思啦 但是他這樣說 我都聽都沒有了 我把他倒掉 他真的是有力的耶 毛澤東沒有給我騙 他這點就說是話了 你看看 你看看 這都掃勳阿 你看看這個掃勳阿 所以我說 張戒舊 世界上是美國人 還是 那主要是誰 那主要是他們母 送米林 送米林的美國人 對啊 所以他們兩個 沒有結婚 那就是美國人 所以他代替美國人去 中國政府 他算他去受傷 有沒有 在中國 有沒有台灣 因為他英相蔣介石 一人投降 他為什麼要交代舊 那不是中華民國 你說中華民國 他戰勝過 你只要說要殺中華民國 你為什麼要殺中華民國 你為什麼殺中華民國 有沒有 英相蔣介石 將軍投降 欸 他是向一個人投降 啊 你不要說 要交代舊的國際是什麼人 他不可以跟你說 你看看 你看他多勉強就好 他就不可以說 他是美國人啊 啊 你說孫文是什麼人 孫文也美國人 那天進行AIT公佈一個檔案 好像2014年 2014年 2014年公佈說 孫文是美國人 真的 啊 啊 孫文還是我們 如果要交代 你就好好去想 所以你看你們的交流 看我賊多少就好 你看這都不要跟你說 啊 這都公開的資料 都在美國總統後面 你看這都選 這都真的啊 這都屬性的 所以你頭的中華民國 啊孫文真的要嫁 你自己好好去想 看他多少不可以跟你說 他又很多不跟你說的啦 人家說會媽媽騙媽啦 很多不跟你說的啦 啊 他如果不跟你說都真的 啊 如果要告訴你知道的都嫁 這樣就對了 你扣一百元好了 哼 叫你說要知道 你也是不知道啊 有啊 這是屬性的 你看 毛澤東說 蔣介石是美國帝國職 我以前都看了 二十五六歲 那我一直在看他們 看他們 到底什麼意思 我來台灣民進院 用這個法律去研究 好 才知道的 全部都有道理 因為他們的 我看不少啦 我是馬列思想 那我都有看 包括 毛澤東那些 一些傳記 包括 周恩來的那些 我都有看 我還 蠻欣賞周恩來的 所以我就說 我要 研究一個共產黨 所以他們的説我也有 當然他們的説 很多都寫錯的啦 但是 不管如何啦 我後來 我對我 我心裡中 我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 蔣介石是 美國帝國職業 我一直都想都沒有 我以前 我不敢這樣想 我後來 參加台灣民進院 之後 我才知道 美國帝國職業走過 你為什麼呢 這個 把他找起來 真的都是他 對啊 這樣我就倒起來了 再來 實施一般民進地 我們現在要說 我們台灣 我剛才說 我們在進行 在1945年9月2號 他就在射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早就要射了 應該要射 可是蔣介石沒有射 那我要舉一個 對比 來講蔣介石化的戰爭法 他沒有 他沒有射台灣民政 那就是他的錯誤 我舉一個案例講為什麼 我說同樣在一般命令地 朝鮮被美國與蘇聯軍事佔領 你看看 在滿 在滿洲北緯38度以北支 朝鮮半島部分 挑戰半島有38度以北 應向遠東蘇軍總司令投降 你看 你看蘇聯 這家有國家 你看 蔣介石這麼沒有國家 到底他有一個國家 他沒有跟你說 其實他是美國 他是美國的代表 所以他說他叫做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毛澤東說的 所以他們兩人國共連戰就沒送就敲起來 外國人就在這裡 另外他就用一個賣好的 槍介石去去接中國 中國向槍介石 人在賣送 共產黨在賣送槍 槍介石 槍介石 他就敲起來了 外國人就派一個 不應該去接的人去接 打個開火 問題都走來台灣 中国跟美国关联很坏的就这样了,唱会就了,唱会就去禁中国 要打个开会,这样啦 好,来,你看,你看这个朝鲜三十八都,以北市共苏联 你看,这次有国家,你看,苏军总司令,我找到苏联在讲 苏联的总司令官投降,你看苏联,所以你看 北朝鲜什么人在讲呢,现在俄罗斯 所以你看看,那个文在冰,那是什么,印 백凡那是什么 金正恩,跟美国总统川普 tak对,一会会完完之后 南韩的总统文在冰馬上回去见补顶 是你ница宇?因为北韩的,这个主要 北韩的检查看什么人,苏军的总司令官 就是一,往俄罗斯,现在俄罗斯倒红 所以文在野马上挥去 这个俄罗斯业跟普丁基敏 说我们这个韩国的跟俄罗斯合作 我们南韩和北韩要统议 麻烦你跟我们放手 因为北韩什么人在讲的 就看你来讲现在俄罗斯的普丁在讲 所以他去给他挨拆 这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看文在野好像两天前 背去跟俄罗斯总统的普丁基敏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 好一般命令第一号的这个有 日本大本营及日本各本土附近各小岛 北纬38度以南之朝鲜半岛 你看北纬38度以南之朝鲜半岛 应向美国太平洋舰队陆军总统 你看这也有国家 向美国 你看独当政界就挑战得浪费 国家他没说 他是代表哪一个国家的贞领 他没说 你看对吧 你看这38度 你看这有苏联啊 这有美国啊 你看 政界就代表担了一个国家的所想 他没跟你说 其实是美国 美国总统 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左国 这是什么人说的 毛泽东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左国 他要找多少 都一直在买这几天就买到 买到算到没一块好了 对啦 他说得很差 因为这句话 这句话我一直想都没有 这句话是我印象深刻的 我知道毛泽东一直在买的 一定是有他的原因 我没想到都没有 大概想到都没有 我把这句话 我把美国帝国主义的 我印象深刻 我说实在买的 我看他那里来找一找 还听他那里 听他拔的 我就这句话 我最敏感 政界就代表为什么是 美国帝国主义的左国 你也我都看都没有 以前都看都没有 我现在都知道 有没有 其实政界就代表是美国的将军 你知道的意思吗 你都共评 好来 我们现在接着你讲 你看看 那个北韩跟南韩 他就是 他接着观光 他非常清楚 你看 这是苏联 那一个是美国 所以北韩是什么人讲的 现在俄罗斯你讲 南韩是什么人讲的 美国你讲 这就很明显 好了 你真正再来听他讲 这个 正说美国在南韩的时候 他这个驻朝鲜 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 是1945年9月8日 至1948年8月15日之间 就是美国国陆政府 在突然条线的时候 他所设立的军事政府 就是美国陆军在朝鲜半岛 38度以南地区设立的军政厅 所以你看看 这个人马上 美国在一般命令地上 颁布料要 他就设立美国军事政府 他有设美国军事政府 他在照一般命令地上 他在38度以南 北韩38度以南 他就设立一个军政厅 就是美国军政府 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他有设军政厅 再来 因为那个军政厅 条线还没问题 民政厅的代表 他也没有办法 一下子选出来 但是他在1947年的时候 他就有 开始政厅在条线的地方 经设立的认算 来做民政长官 所以他就 朝鲜军政长官 要由美国陆军的将领来出任 我记得不知道什么人 我不记得 这要再去查 这个朝鲜的民政长官 在1947年 就是军政厅你知道吗 军政厅 因为他有军政长官 就是军事政府 然后他还有一个民政厅 就是朝鲜民政厅 那时候有一个朝鲜民政长官 什么人 安在宏 这我就没有了 在1948年的韩国补选中 安在宏竞选大韩民国首任总统 叫李承宏竞选大韩民国首任 因为那时候美国在政策上承认李承宏 他说我支持李承宏 结果安在宏就算是竞选了 所以他那时候 不管是有设一个美国军事政府 军政长官 还有一个民政长官 所以他那时候有设一个 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 那就是朝鲜的治理当局 美国有设 所以朝鲜的治理当局是 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 有吗 他那时候有设 有一个军政府 也有一个民政 也有设 你看 我跟你说 美国一线南韩的时候 有照法律 他设立一个民政 他也有军政府 这就是说什么 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 所以美国有照国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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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是要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是合法的 你去对照 中鲜民政 就好了 他在台湾 他有没有给我们设一个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 他没有设 没有设就违法 人家美国在战南韩的时候 他有设 那你为什么在台湾你没有设 你同样用中华民国 这就违反战争法了 中鲜民政 人家说的罪孽深重 我没有认识 这英勇到台湾整个世代 所以他死无路上 那原因就在这里 你看 人家美国有设一个美国军政府 朝鲜民政 这是朝鲜的治理当局 对啊 因为台湾那个时候 国际地位跟朝鲜宣传一模一模 朝鲜同样受日本国的殖民 他一样有朝鲜总督府 台湾也有总督府 叫做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 朝鲜也有总督府 叫做大日本帝国朝鲜总督府 那时候台湾跟朝鲜的国际地位 都一模一模 但是为什么美国去选择南韩的时候 人家有设立 这个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 你台湾没有设立 这个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 你没设 中鲜就 你别人跟他设 你知道意思吗 侵犯国 侵犯国计划 你看美国就修法律 人有设 你台湾就是不同设 中鲜就就是 做这个什么 做我们台湾 折领的这个头的时候 他就没给我们设一个什么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 总而言之 蒋介石 应设 没有设 他就犯法了 你看看 他们变一变 挑战 他们会设 你看台湾跟我们 七十年了 现在在给我们设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 叫台湾人 告诉你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 是诈骗集团 你看 你看 金战 看英雄 建政 看英雄 你看英雄 英雄 你看英雄 英雄 没有设立 早就要设 在1945年 9月2号 后 前半就要设 人就要设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 早就要设 英设而未设 蒋介石 就是违法 你就看朝鲜的案 你就很清楚 人家有设 军政府 也有设 民政 那为什么 台湾没有设 军政府 没有设 民政 你没人设 变成 台湾是 资产和战利 有没有 有信 那就是 土匪 人家说的 奖匪 奖匪和 共匪 有没有 他就跟台湾 变成 他的 输人的 财产 我要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他完全都没接国政法 没接战政法 你看看 美国人的 追踪和法律 就更高 人家就有设 在南海 人家就有设 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 人家有设 人家有设 你不用欧米讲的 这都是国政法 这是案例 案例的比较 惯例的比较 你看 人家美国 知道法律 人家有设 军政府和民政 有啊 朝鲜的治理当局 是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 人家有设 台湾为什么没有设 台湾那时候 治理当局 应该也是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 这就是 早就要设 那是我们 万七十年才设 但是 万七十年 是不是要设 爱 也是要设 爱怪什么 爱怪 中间的国民党 他爱同设 他没同设 他就为我们国际建议 所以他死不落众 我们不敢让他落众 这条线要找上头 我们明明 条线就有设 台湾为什么没设 你真正 你如果 你跟他说 你国民党 你跟他说 为什么条线就有设 台湾没设 这不用说 人家朝鲜有设 我们没有设 应设立 没有设立 就是违法了 不用讲了 你真正的意思 我就拿 条线跟台湾一队 的 准备就是死了 我们现在要设 就叫台湾人 跟我们 说 这个什么 USMG TCC 诈骗集团 实质上 什么人是诈骗集团 这个 准备 国民党 的 中华民国 是诈骗集团 他有评 你真正的意思 其实 我们台湾 这么大的 台湾治理当局 我就要说 按照 朝鲜的 惯例来说 这个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 民政务就是真正的 台湾治理当局 我今天要下一个 总结 早就是要这样 因为你看 条线的案例 很清楚 这个一般命令地 让美国 叫这个民营料 马上在朝鲜 设一个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务 人家马上就设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 法律的 受用比例 比较高 人家就有设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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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设 台湾一样 也有总督府 朝鲜一样 总督府 人家有设 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务 你台湾为什么没有设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务 没有就没有了 你应当设立 没有设立 就是违法 你就搬 朝鲜的案例来看 你就死了 真正就是 你就走不去 你这个国民党 你就走不去 中华民国 整个体制 你就走不去 你就违法了 人家会 差点进入了 现在这个中华民国 好像在台湾 是差点进入 它不是台湾 治理当局 真正的台湾 治理当局 按照国际法 万国公法 跟战争法来看 应该是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务 这个才是台湾 治理当局 我给你下结论 你看条线就好了 人家美国会逝 中华州就没逝 就是违法 他就把台湾 变成英国民党的财产 所以人家说的 这个国民党 建设的这个 中华民国 是差点进入了 所以国际小卫 不会承认中华民国 原因就是 也在这里 你知道哦 中华州 那个土匪 他就是把台湾 看作他自己的财产 我买阿拉伯 就买阿拉伯 美国人的组织比较高 人家设的什么 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务 人家真的有设 我不能乱讲 这种事情 是要做建政的 你台湾为什么 没有设一个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务 你真正就 你都跟我说 是说他死了 是说死 我说的是 我带他说 你知道吗 我带他说 他应当设立 没有设立 他就是违法 我带他说 因为你拿条线的案子 我们早就要设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务 这才是价格的台湾治理当局 就反正 不管如何 金会就他就没息了 好 还有我们来比这个 比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1945年 要实施一般命令地 这个是 主要这么反抗美国 我现在要比什么 比旧金山和平条例 因为旧金山和平条例 就说到 条线跟台湾的国 国 算国的地位 要怎么说呢 这个1952年4月28日 旧金山和平条例 算是生效 我们来比较日本朝鲜 以日本台湾的处理状况 在这个第二条A 就是旧金山和平条例 第二条A 他的意思是说 日本国承认朝鲜独立 就是日本国放弃台湾 总统府的特冠 不是 这个朝鲜总统府的特冠 你知道吗 日本国 那些是日本国 是下面 下面天皇 下面那个政府 不是大日本帝国天皇 不是 是下面那个政府 日本国 承认朝鲜独立 放弃对朝鲜 包括冀州岛 聚文岛局 玉林岛等 岛里的信托管理 就是以前那时天皇 也是在那朝鲜 和平条例的朝鲜总统府 那叫做大日本帝国 朝鲜总统府 在旧金山和平条例的时候 日本国政府说 好 我放弃 朝鲜的特冠来管理 那叫什么人 他 有像他说 to Korea Korea是哪个Korea 你如果照这个 一般命令地奥来说 就是 这个朝鲜的治理当即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 这就是Korea to Korea 哪个Korea 就是这一个 就是朝鲜治理当即 所以这个一般命令地奥 你不知道说 to Korea 是什么意思 交由 条线 这是很明显的 to Korea 你看 有 这个什么 Japan re-cognize the independence of Korea renounce all right tidal and to Korea 这个Korea 是哪个Korea 我给你讲 叫做朝鲜的治理当即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 就是 帮我条线 就对了 当然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北韩 北韩的是什么 苏联的军事政府 朝鲜人民政府 也有 反正不管如何 就在 旧金山和平条线 他就说 日本国的政府 你放去 条线的脱关款 你不要管就对了 对啦 交由什么 交由这个苏联 跟这个美国 在脱关就对了 所以就是 北韩就是 那个时候苏联 就是现在俄罗斯 在脱关的 南韩就是 美国在脱关的 各自有成立人民政府 就是北韩现在 金正恩政府 跟南韩的 这个什么 文在元政府 他们两个一号的通认 这就是 他们朝鲜 北韩跟南韩的 这个使务 他们现在 你担什么样的 他们现在 南韩跟北韩 就是你担 这个 这个 美国跟 俄罗斯的 帮 他们现在 如果南韩跟北韩 要通认 他们要俄罗斯 跟美国 做这个帮 什么样的 你看看一般 民营利要就好了 白韩是交给 苏联的嘛 南韩是交给 美国的嘛 所以 他们现在 如果说南韩 北韩要通认 要什么人通认 要这个 俄罗斯的 布丁 跟美国总统 通认 他们国会 各自会讲 南韩跟北韩 通认的事情 原则上 我也希望南韩 北韩 早就通认了 不要让他们的 人民 这样 那么辛苦 那就是 我们建议 你看 这一般 民营利要 处理得 不好 这有 这 衍生 我们 挑战到 台湾 这么多的问题 还包括 中国跟美国 感情很差 就是 在这一般 民营利要 迈克 一般 民营利要 摸 一个 哦 哦 我们阿酒 很麻烦 在这 这 美国 也 疼 就是 这 处理不好 这就 他说 所以 他有 这个 是哪一个 我就给你交代 你在一般 民营利要 你就看得出来 各自交给 北韩跟南韩的 军政府 跟那个什么 跟他的 民政 哦 好 再来说 台湾 在2B 你看看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s Title and the Claim to Fore Masa N 的 Beskara 就没了 诶 教了 我们 这个 胡尔 摩沙 跟 澎 就没了 啊 到底交给 什么人 很简单 交给 真正 你把 一般 民营利要 你看 有没有 台湾 那时候 是交给 对 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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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人的 代表 我说 美国 总统 的 代表 所以 实质上 这个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s to Taito and Claim to Fore Masa and Peskara 就是 交给 什么 人 交给 台湾 的 第一 当中 跟 朝鲜 是一模 一样的 叫做 叫做 什么 叫做 台湾的 治理当局 来 啊 我说 那个时候 是交给 什么人 1951 美国 金融政府 与中华 民国 联王 政府 在日本 台湾 合属 台湾 统治当局 对于台湾 的 地理 農業 你要去 听 你去 听 这个 我 前面的 演讲 就是 为中华 民国 在台湾 的 国际 法律 地位 我就 说了 这个 问题 那个时候 就是 集会 就是 代理 美国 占占 台湾 那个时候 美国 总裁 也派 一百人来台湾 叫做 美军 顾问团 前面 一回 你做演讲 的时候 我就 跟 你 访 胡云林 他在传 你说的 美国 军事 政府 就是 美军 顾问团 在台湾 有 在生活 的 日子 后 改造 AIT 有 你 如果 要 听 胡云林 说 差不多 三分钟 而已 那 就是 你说 美国 军事 政府 跟 这个 中国 流亡 政府 在 日本 台湾 跟 台湾 治疑 当 但是 他 美国 军事 政府 你记得 是 美国 国 政府 做 美国 仍然 承认 中华 民国 是 一个 政府 但是 是 一个 流亡 政府 主要是 美国 所以 中华 民国 有一段 时间 是 联合国 常任 理事 国 1971 年 进 又是 联合国 常任 理事 国 那 又是 一个主管 又加上 全世界 又承认 中华 民国 当然 1971 年 后 他就 没了 你也 去听 我 之前 演讲 我也 说了 这个问题 反正 那个时候 就是 叫 救金山 和平 天外来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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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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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什么意思 就是 跟台湾的 管理权 交给美国 军事政府 和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在我们 一部分 台湾所作为 台湾统治当局 所以 那个时候 台湾统治当局 是什么 是美国 军事政府 加上 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你知道吗 有两个拖位 一个军在 一个面 军的就是 美国军事政府 明的就是 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反正 不关注 美国 那个管理 这个就是 叫做 台湾主治党 所以 我们那时候 中华民国 国籍 就是这样 拿到 所以 这个网络 CS令 后来 他为什么 去告美国 为什么去告美国 原因就在这里 他在这看 就是说 他以前 台湾地理当局 跟他合不着 就是没有设立一个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 他就没这样 没有设就没有设 所以 他才去告 网络市人去告 网络市人就在这里 我就说 应当设立 没有设立 就是违法 他已经违法了 你知道吗 他变成一个 美国军事政府 跟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合的我们 台湾 现在在乱 就是这样 这个台湾 统治当局 一回是有问题 因为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不应该是 台湾的统治当局 不应该这样 但是他就做下去了 你知道吗 策务会议作成 我 什么人造成的 江开雪 那个策务会议作成的 江开雪 那个策务会议作成的 那个策务会议作成的 这个策务会议作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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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实施策务会议作成的 他已经不承认中华民国是台湾治理当局 所以我跟你说 台湾治理当局已经不是中华民国了 不是 不是 台湾的治理当局不是中华民国 实际上是美国军事政府 现在是美国军事政府 未来还会再加一个台湾民政务 就说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务 在寻什么案例 朝鲜的案例 朝鲜他有个案例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务 我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 这个朝鲜的案例 美国军事政府 朝鲜民政务 你看到最多 我PowerPoint的老人 你自己用一堆 就是应当设立江湾 才是合法的 这个中华民国 就不是台湾治理当局 因为他本身中华民国 在台湾他也不应该 当台湾的治理当局 应该是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务 叫法律来说 这个才是台湾的治理当局 跟中华民国没有关系 再来就是说 美国总统已宗旨 美国和台湾统治当局 间的政府关系 美国国会认为 有必要制定本法 这跟什么有关系呢 为什么中华民国 有一个流亡政府 变成现在连接的流亡政府 都不是国际小的都不承认 原因跟美国的政策有关系 跟他的法律有关系 跟中华民国的组成分子 有问题也有关系 反正不管如何 中华民国是一个 差达政府就对了 人家就不承认 他的合法地位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与中美三个公报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PROC 是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 ROC 世界上只有一个 合法的中国政府 这就是美国的政策 他就是国共内战要修补 就是中华州 还在说的时候 他处理了 不过中华民国开火 国共内战要打 后来人家就承认 对岸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台湾这个ROC 是假的 人家对方那个ROC 才真的 我们这个是山寨的 同奉的 照美国的判断说 台湾这个就是假的 这个中华民国 是假的中国政府 假的中国政府 山寨的中国政府 假的 真的ROC在对方 你知道吗 那个PROC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就是ROC 有没有 P 有没有 你把P拿掉这个ROC 所以你如果用英文的来看 照美国总统 他们的角度来看 真正的ROC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这个ROC 就是假的 同山寨的 同奉的 因为真正的ROC 应该是在中国 也不应该在日本 你如果在日本来说 你就是流亡 你知道吗 你就是流亡 你就是流亡政府 所以他以前是流亡政府 现在连一个流亡政府都不是 也不是台湾治理当局 所以麻烦你一个概念 你来说台湾治理当局不是 它不是这个ROC 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是插大政府 ROC现在是当时要处理的 这是插大政府 人家说人杀罪卑 你听到没有 台湾人 我们的老伯都跟你说 你政治不能去插 还跟我们说人杀罪卑 不能去人杀罪卑 我告诉你们 没有 我们的事专业都跟你说 不能去参加政治 不能人杀罪卑 去吃你管廟宫 你懂什么意思吗 你都知道这些话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中国民国在我们日本台湾是一个插大政府 违法的政权 台湾人现在的孩子你不能去参加 叫你政治不能插 你知道意思吗 叫你政治不能插 你听到没有 我们的事专事都要向你交代 你们这超级六十个以上的事都要向你交代 你们的事专事 以前发生二十八 现在就在台湾人说 啊 政治不能插 政治不能插 什么原因 那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中国民国是插大政府 那有一天一定会有处理的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他跟我们说 这些年轻人跟我们台湾人的小人交代 说政治不能插 有没有 啊 什么意思 对吧 政治不能插 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的政治有问题 我们都不能去摸就行了 你摸你就要死 所以你如果参加 中文民国人务的组织 你就要死 人家的人材罪卑 你听我说的意思吗 那就是插到政府啊 你不要说有一个政府 他就合法人呗 未必 世间上所有政府都违法的 这个中文民国也是违法的 那就是插到政府啦 你知道意思吗 他用唱或用评 我待会说这个问题 我说中国文化 因为我这政府要说 多久一点了 我说三个三个年轻 我要跟这里说到最后 我们的事专事都要跟你说的 不能去参加政理 不能去认察罪卑 你又听过一句话 叫做启迹官廟说 这你都听过 有吗 有印象啦 我没说啦 这句话 说的是我在小人 一直都要给我们交代 我常听我时都要说 我们不能去人材罪卑 到底什么意思 我都听都没有 不能去插这人 什么意思啦 我跟现在大人 我才知道说 有真的真的 这种参加政务 中国民国不应该去插 因为他的组成是违法的 真的是违法的 那就参加政务 那个塞人 那个土味 又来黑白乱 都做的啦 所以做好 要让国际社会 都没有信任理了啦 美国也知道理会了啦 干的做不对了啦 不应该交参加政务 那个塞人 干的黑白乱 就应当设立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务 就没有设 没有设就没有设啦 在参加政务 那时候就错过了啦 哦 因为啊哪 冷战的需要 所以违法也是把它做下去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反正 不关注了啦 你如果说 大家都天才就 没需要法律啦 为什么有国政法 跟建政法 代表人还会犯罪 还会犯建政法 还会犯国政法 所以这还需要法律 信经说一句话啦 法律是证明人 人是有罪而已 你知道吗 法律是为了要知罪 我说一句就好啊 你像你说的 我们中央民国这个行判 不管你什么行判 民判我问你啦 那每天也有人去调到 你就证明说人类 就不是说跟天才的 一样 如果有法律就代表人的犯罪啦 所以不就需要法律 那为什么有国际法和战争法 代表有人去反国政法和战争法 所以才有那个法律 就是以前有人反过啦 所以才有国政法和战争法 所以中间就去反国政法和战争法 他不是第一例啦 他也不是最好买一个啦 啊宣经说法律就是 让人知道 让人知道そら 你有罪啦 你会反罪啦 所以才需要法律啦 我说的 你如果天才 你怎么有所要法律 你就天才不会反罪啊 你怎么需要法律 有法律代表会反罪啦 為什麼國際法和戰爭法很簡單 代表人一定會去犯國際法和戰爭法 所以才有那個法律 所以我說什麼行法、民法、亂七八糟的法 就是有人去抓到 你知道嗎? 如果你有孫心 如果要照你心態後 沒辦法法徒去做你就會犯 帶酒戒酒的那個就是怎樣 那就是罪人 所以他就要怎麼犯罪 所以你不用懷疑的 信心照片這位說得非常多 有法律就是代表有人去犯 你人不是天才 你有國際法、戰爭法 代表就有人去犯 你知道嗎? 為什麼國際法和戰爭法 就是代表相當就犯了? 人現在你說國際法 在現在你說戰爭法 代表要來清犯 你知道嗎? 這樣你說國際法和戰爭法 我們的市團都跟我們說過 政敵不能揭 你聽到嗎? 不可以人揭嘴巴 人家在開廟說 你聽到嗎? 我不知道這句話 我告訴你 這些話在我年輕的 小孩子的時候 四、五歲的時候 我告訴你聽這些 我不知道聽什麼 很多人跟我說過 打開電視 有時候在說這些 我也都聽到 我小孩就怎麼叫交代 我都聽到 在外面都說這樣 我不知道小孩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對政治的方法 不管國民黨 民進黨 或是中國民國 我都不會參加 因為 那個 那個時候 都會跟我們交代 你不能去問政敵 有了 都會跟我們交代 我沒有說 這都要說 超過三十歲 以上的人 你應該知道 我在說什麼 這個時候都會交代 這也不是我第一個 會交代 很多人都會交代過 都會跟你們說這些 但是什麼意思 你都聽到都沒有 我跟你說 你去問 民國都會死 發到白了 所以跟你說 政敵不可以插 不可以人察罪 那去吃你關廟公 有啦 我這個廟公都不會說 你都聽過了 有啦 這廟公都不會說 所以就跟你說 政敵的台灣治理當局一項 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像按照國際法 政政法應該成立的 那應當成立 沒有成立 就是 中華民國是違法的 你把你發到白了 所以 國際社會為什麼不承認 中華民國 是因為它侵犯 國際法跟戰爭法 你拿朝鮮的案例 你來看你就知道 我們台灣應該認識不認識 這樣就違法 很簡單啦 人家蘇聯也有事 蘇聯在北韓最沒有 也要做一個民政府 就是 金正恩這個政府也有做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在台灣 設一個民政府 設一個台灣民政府 沒有啊 人家連蘇聯都有設 美國也有設 你為什麼沒有設 你為什麼沒有設 台灣民政府 沒有設就沒有設 就違法了 因為我們那群 朝鮮跟台灣的國際地位 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為什麼朝鮮有設 台灣沒有設 台灣沒有設 他在這裡就沒辦法 他就假掉了 這就是 金正恩的台灣治理當局 實際上是應該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才是金正恩的 現在美國就是要回來 用國際戰爭法 重新把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校正 把它丟回來 過去不對就算了 不能說不對下去了 所以現在要丟回來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國會最近 他就開始說這些問題了 我們就現在開始說 再來我們重新整理一下 美國台灣關係 也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佔領 或者托管 我前面就說這些問題 你能去聽我前面演講 我就說到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是核外政府 你能去聽那邊 那裏面就說這些台灣關係 就是美國的台灣關係 美國軍事政府的什麼 占領和托管的法論 這個1895年的下官條約 1992年的華盛頓海軍條約 1945年的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在台灣屬實 台灣屬於大日本帝國台灣 台灣人民國旗是日本成名的 台裔日籍精英 日本政治是國體大日本帝國天皇 與政體日本國政府分離的二元政治 大日本帝國天皇 將台灣委託給日本國政府 管理及托管 就是說那時候台灣的國體黨 他是托管 交給日本國政府托管 1945年的9月1號 大日本帝國天皇 日本國政府 日本帝國大本領 向美國代表盟軍統帥 在麥克阿瑟降虎 並立即發布一般命令第2 令美方代表蔣介石 佔領以托管日本台灣 這個1952年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日本國政府放棄台灣的管理 及托管的權利 於主要佔領全國美國總統 日本台灣所有權 仍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皇 於1895年下官條約後 都未曾移轉 就是說 雖然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國政府奉機 但是台日本帝國天皇 沒有放棄台灣的所有錢 他的主權不放棄 於1979年 美國輸出美國台灣關係 以外來作為解決 二戰後 中國及日本的政治問題 就是 我們台灣剛才 夾在哪裡 夾在中國跟日本的 什麼 中間地帶 所以他才十四幾年 美國台灣關係法要做什麼 要來處理我們中國跟日本 戰後的政治問題 包括軍事占領的分配問題 包括 集結局沒有處理好的 國共內戰的問題 你知道嗎 都跟台灣關係法有關 所以這個台灣關係法 實際上不是只有 針對台灣的部分 他也針對 中國的部分 啊 主要背後 都什麼人 你主要 美國總統和國會 跟美國軍事政府 你主要 他叫做台灣治理 所以台灣治理 美國軍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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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跟日本 建立 橫跨日本跟中國的什麼 一個軍事政府 對 那叫做台灣治理 當然 我不知道他 他要怎麼做 我因為他這麼要好好處理 就是中國跟日本一定要 切開處理 切開處理 在我們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營政府 這麼設立的時候 就要把它切開了 因為這已經要掛尾 沒有藝衡的戰爭 對 尚沒有在法律上 要跟中國人做交代 也要對 日本的台灣人做交代 就是這裡要把它切開 就是現在中國民國 他為什麼不是一個國家 為什麼因為 它有中國的土地 跟中國的人民 跟日本的土地 跟日本的人民 都還沒分枯 你默默做的 你如果這裡 這台處理不好的戰爭 我講清楚 所以這處理 處理台灣 就是要跟日本跟中國 做一個切割 掛開 就是金門跟媽祖 這個中國流行難民 要回去統一 台灣跟澎湖 跟這個台灣人 就整日本 這樣這麼好處理 不可以南南做會處理 所以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事務基本上 一定分割 一定一刀流下去 中國跟日本切開 沒有戰爭 我不想說清楚 美國也要每天比較好睡 什麼樣的原因 他就這樣 前往沒有處理好 中國跟日本的問題 都在南南做會 在台灣 還沒處理 還沒分枯 所以現在他們 就是要做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事務 來做分枯 分割 分配 佔領 再重新分割一次 不然你這南南的 你要怎麼處理 會戰爭的 說清楚 對不對 這都會亂不處理 這都要照法處理 你知道嗎 照法律來處理 不可以戰爭的 人現在 中國那些 人家最頭人 他也你看說 你美國要怎麼處理台灣的問題 你要怎麼把錢 在以前的 在我們這亂不亂不的問題 你也做一個交代 大家眼睛說 你看 你知道嗎 那不是沒人看有 那是你看不而已 看有的人也是看有 你知道嗎 大家眼睛看不看 你看美國怎麼處理 日本也在看 中國也在看 國際小的也在 蘇聯也在看 俄羅斯的普通 也在看 你現在美國要怎麼處理 大家眼睛看不看 美國怎麼處理 所以美國處理台灣的問題 你們也很 很久 什麼樣的原因 這家如果處理不好 美國是下死下死 你知道嗎 你看 中介教 中介教就處理了沒有 他還接在處理的時候 處理了沒有 我說真的下死下死 那美國國家衛生的幫忙 所以你不要像 國際和戰爭 沒什麼 如果處理不好 那國家會忘掉 你知道意思嗎 很可怕 你就是齁 都不知道怎麼怕 你知道嗎 這按卡落就按 你知道嗎 卡到日本和美國的神經 你知道嗎 我們神經都要黏 都黏在這裡 還黏在台灣 日本和中國和美國的問題 都黏在台灣 你都不知道怎麼怕 你知道嗎 這台是像神經 腦神經 你很敏感 你處理不好 會打起來 對啊 這就是美國 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軍事政府的 佔領法 及托管法 主要去針對 日本台灣部分 這要是解決 中華民國的 國共內戰後 殘存的政治問題 最好兩個就是中國 聯王難民的問題 跟中國金馬的問題 這說 這要告訴大家 要贏人 這不是我們台灣人 要處理的 就是你要知道 他要這樣處理 因為這沒辦法 一定沒有 一定要分開 不然就是戰爭 下到後面就是 開始要起床 中國和美國 感情剛才越來越壞 什麼原因就是 他一直在暗後 這輩子 中國的聯王難民 跟中國金馬的問題 反正 美國也有 你本身就是 派集結局去處理 人家 中國民國的國共內戰 處理得不好 那些問題 都走來 我們日本台灣 你美國 要有中國人民的交代 我沒有 拿美國解決 但是主要的問題 在哪裡 集結局 國民黨 中國聯王難民 跟中國金馬的問題 主要的核心問題 在這裡 我只看而已 我也不用拿美國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也不用拿中國人 去解決這個問題 先說我們全壞 我們憑什麼 去處理 我們 我們 只怕說 台灣共有好好處理 這樣而已 不要為我們 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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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什麼意思嗎 我也沒有拿美國 去處理這個問題 好處理 這也不應該 我們台灣人去好處理 對吧 我們台灣跟共 共產黨 也沒有什麼 完事了 現在有完事了 是什麼人 政府跟國民黨的 警察 在那邊走過來 這變成我們台灣人 跟中國有完事 你知道嗎 那些什麼 都跟我們 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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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打打打 人家說會 撒毀 現在就 人家說會 撒毀 跟國民黨的撒毀 撒毀 中華民國 對我們台灣 是一個 詛咒 你們就在那裡 中華民國的來前 跟我們 日本 那是你們 國民黨跟共產黨 搶不好 那是你們的問題 你們是中國人的問題 你們就 帶回去中國 看怎麼處理 我們台灣就是台灣 我們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我們 我們就是 日本跟美國的問題而已 日本跟美國 也不會戰爭 也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台灣 有什麼問題 台灣就是 中國跟美國 國民黨 跟共產黨 搶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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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你知道嗎 那處理不好 麻煩你們 處理中國跟美國 你們好法去撒 這跟我們台灣 無關的 我也不用 鐵力改革 你就在台灣 這麼暖的 變成 我說台灣 沒有這個處理 中國跟美國問題 英國也對 這裡禍西 你知道嗎 對啦 就不好 所以就要分割 我看 我們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務 的信説 他就是要分割 因為方向是正確的 一定要分割 這不分割 我說就是不好 台灣也不好 對啦 獨特的 你知道嗎 改理要理 改切也要切 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務 這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好 這個美國的治理當局 就是 台灣的治理當局 是哪一個 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務 我前面說過 這個 朝鮮的案例 我也是要跟你重複 這個 這是這麼大的 台灣治理當局 就是台灣政府 這個 美國台灣關係法 第三條 美國對台灣政策的實施 這是美國軍事政府 以下一代 這個台灣關係法 第三條 第二項 美國總統和國會 將依據他們 對台灣防衛需要的判斷 遵照法定程序 來決定提供 上述防衛物資 及服務的總類及數量 對台灣防衛需要的判斷 因包括美國軍事當局 向總統及國會提供建議室的檢討 報告 還有這個 美國台灣關係法 第六條 這個美國在來協會 這個AIT 它是個民間機構 台灣機構就是這個 嫁給中國民國的頭 這個主要在說什麼 這個AIT它會被繼承 總統所指示成立 繼承上述協會 是哪一個協會 是哪一個協會 美國在來協會的 非政府機構 什麼人要來繼承 USMG TGG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 非政府機構 是台灣政府信託 信託架構 要來取代AIT 就是說這個 最後這個AIT 跟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台灣機構 最後把政權交給誰 交給這個台灣治理黨 真正的台灣治理黨 是哪一個 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真正的 這是按照國際法 政政權應該要做 或者說朝鮮的案例 你就知道 美國軍事政府 朝鮮民政府 那一樣 台灣也要設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那就是真正的台灣治理黨 就是真正的台灣政府 這是跟朝鮮戰狼案例一樣 那台灣是應當設立 而沒有設立的 現在是要把它補過來 這才是政革 這個政革的 這個政革的 所以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按照法律是哪一個 這一個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是EUSMG TGG 我前面說的這個問題 有 這個哥倫比亞特區 有 成立的 有 台灣關係 美國在來協會 這是一個依據哥倫比亞特區法律 而成立一個非營立法的 夠總統所指示 繼承上述協會的非政府機構 有 美國總統 他代表美國軍政府 所指示成立 繼承美國再來協會的非政府機構 是哪一個 我們都在哥倫比亞特區成立的 這個TGG 皇帝性 當然它還有一個什麼 我們TGG上面還加一個USMG 我們TGG是USMG成立的 所以叫做USMG TGG 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 這就是我們的專名 那就是美國軍政府跟Rajau CX內合作 所以才去告 這是台灣關係的話就有說 我前面說的這個問題都去聽 我沒有說 我從無話就沒有說 這我就沒有講 那就是Rajau CX內控制案 他就說五點 第二就是你台灣人沒有國籍 就是中華民國不是合法國籍 台灣人無合法政府 所以必須設立美國軍事政府為主的台灣當局 及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 現在台灣是政治戀利 抑擊、民主、選舉、公投 在台灣是無法改割台灣的問題 也要照美國法論 國際建政黨才能處理台灣的問題 我前面就說過這個問題 第四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總統在佔領台灣 美國總統在國會對台灣有法律上的這個問題 要求行政黨內必須協助言告的要求 就是美國總統和國會軍事政府必須協助台灣 這就是我們建立一個USMG、TCG的架構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 這就是我們建立一個USMG的控制案 跟很多國建政黨所要求的 這個什麼合法的台灣政府的信誤架 就是我們說的那個條線 你看到朝鮮的案例 非常非常難喊 拿來的案例 美國軍事政府、朝鮮民政府 那就是 但是台灣也一樣 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 那個才是真正的台灣治理當今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第四條B的第七款 台灣依據美國法律 在美國法院中起訴應付的能力 不應由於欠缺外交關係或承認 而被消除、剝奪、修改、拒絕或影響 這就是CSD它為什麼去控美 台灣民政,台灣為什麼去控美 它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原因 所以台灣治理當局是哪一個 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 我也是按照法律跟你說一件 不是這個ROC 不是這個ROC 不是啊 ROC 我們你們說話的是柴田政府 我們的老闆都跟你說話 柴田政府不能去認察罪罪 你去一個官廟說 叫我們政治不能插 什麼樣的原因 他不跟你交代嗎 有啦 我沒有說 你們現在還在中華民國 體制的人 你要好好去想 你們要跟親戚朋友 以前跟你交代過嗎 有啦 我沒有說 所以你現在在中華民國 體制的人 你就要有確保了 有啦 這個問題都一定說 我這個也不是什麼 這是公開的秘密了 台灣民政 這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這應該是公開的秘密了 再來就是說 這個台灣政府的信託架 就是 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就是台灣政府 啊 這個以後在搞上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哇 美國軍事政府 管轄下台灣民政 這就跟你說完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這就在那裡 USMG TGG 未來要去管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就是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這都是按照國際完成立的 這都是 你看到那個朝鮮的案例就好了 那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朝鮮民政 那就是合法的什麼 朝鮮治理當局 那就是現在韓國政府啦 所以我們未來台灣也會成為一個政府 那就是這個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要搞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這就是這樣台灣治理當局 那個ROC是柴辣政府 那是要讓美國政府 以外一定開戰爭法庭 處理這個 中外國民黨 中華民國在 這個台灣和中國 違反國政法和政政法的問題 好像 一點他就要死了 在那台灣 在1945年的時候 9月2號就應該成立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你蔣介石和國民黨為什麼沒有成立 欸 你沒有成立就是違法 因為應該要設立啊 那應當設立 沒有設立就是違法 這不需要說 所以我跟你說 人家在說 戴罪高揚是什麼人 很快就 國民黨 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的 所以我們的使徒都跟你說 政治不能插 不能去人察罪賣 對啦 你知道意思嗎 那去吃你關廟說 都一定要向你們交代 我不知道你們都聽到有 我小人就知道了 我相信 普遍像台灣人 你們是小人到大 你聽到很多 你聽到很多 但是你就是聽到沒有 你為了1點2點2點 你就去沾 人家說的 好的人都拿了 阿爸會叫你這個傻的 傻的 傻的 人家說的 做青雞頭去刷 你就傻的 你知道意思嗎 你就好的 你都分不中 阿爸會都 都有你的分 你看到 中華人知道的 都會怎麼 就不知道 手就一直 翁飛龍 這樣 春季 你知道嗎 說的 那中華民國 是參加政府 你知道嗎 他在國際社會 裡面有很多法律 你好 叫我們 台灣民政務 這樣說 你去查那些事 那都是有的 那不是沒有的 現在說的就是 都拿有的來說 拿中華民國 九個書 不要跟你說 不要跟你說 就是這個要件 那就跟你說 你人殺罪罪 你聽到有沒有 聖經也有說 你的婦是魔鬼 你那種人的罪是魔鬼 所以人家說的 人殺罪罪 什麼意思 酒 酒解酒 那些人是塞人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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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nge 那些人 我 那些人 送oku 製造 �로 不 別 那些人 阿你若林江說帶去青山,你不要說都沒有這些事情,你公司都不知道,我告訴你好的你都沒有,阿爸的你都去做炮威。 以前有823炮戰的時候帶我們大家去做炮威就是這樣,你敢不做炮威,你這六十幾個的犯罪有去帶去金門做兵做炮威嗎? 你知道的意思嗎?你的好的都本無啦,阿爸的你就帶去做炮威啦,就是這樣說的啦,說得死啦。 人差追悲,我告訴你,你會甘苦好嗎?叫你不肯磨,都跟你說過啦,我們的系統都不肯砸啦,對不對?啊不肯人差追悲啦,對啊,都跟你說過了齁。 啊跟你說就中華民國就差了政府,你聽不懂? 好啊,這個台灣政府的性多架構就是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府,這個USMG,TG,是合法政府啊。 是這個台灣政府啊,預備,這個取代AITG,吸收台灣機構這個偽裝的民國。 就是說實際上現在的這個台灣政府,這個台灣治理當局是哪一個? 是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府,就是按照國際法,政政法,應當設立的。 現在是美國軍,現在是美國總統要是我們台灣人的一個共同而已,帶就要這樣做了。 在1945年的時候,9月2號,14億頒命令1號,就英鋼設立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府。 那將這個中華民政府在代理佔領的時候,應當設立,沒有設立,他就違法。 從這一點,他就已經違法了,他就沒這條交代了,這樣他就死了。 因為朝鮮有設,台灣沒有設,蔣介石違法,就這樣子,很簡單啊。 這就是吼,非常要緊的。 這就是說我第一個要跟妳離清一個重點,台灣治理當局是哪一個? 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刚才台湾治理当局 是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 这才是台湾的治理当局 好 第二个问题 我用下半部分 我已经说两两斤 还有二十分 我下面一个章节 我要再讲一个半小时左右 我分做两个部分 我这个第一个问题 就说我要澄清一点 台湾治理当局 是从哪边来的 我头部的治理 日本时代都一定跟你说 真正的台湾治理当局 在现在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 这我第一个先跟你说 我第二个要讲一个什么 台湾有没有美国军事政府 我就把它放到下 所以我要分做上级跟下级 我今天演讲 我要放做上跟下 我今天先讲上 我明天再讲下 因为下大概也要再讲一个半小时 谢谢各位 明天我继续讲下 我来了 我来ük团 我来医生 我们来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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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医生